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报告委员会出席委员十亿人已足法定人数 好 我现在宣布开会 请意思人员宣读上次会议的意思录 宣读立法院第十届第一会期 外交及国防委员会 第十一次全体委员会议意思录 时间中央民国一百零九年 四月九日星期四 上午九十六分 至下午一时二十四分 地点红楼三零一会议室 出席委员罗志正等十二人 列席委员李贵敏等十八人 列席人员 乔委委员会副委员长李元荣及所属人员 财团法人海华文教基金会执行长李贵敏 财团法人海外信用保证基金董事长林宝奇 行政院主机总处基金预算处科长戴群芳 主席吕教级委员玉玲 报告事项 一 宣读上次会议意思录 决定 确定 二 处理院会交付一百零九年度 中央政府总预算决议 乔委委员会主管提出书面报告后 使得动知等六案 决定 以上六案报告完均同意动知并提报院会 讨论事项 审查乔委员会主管财团法人海华文教基金会 及财团法人海外信用保证基金 一百零九年度预算书案 乔委员会副委员长吕元荣 财团法人海华文教基金会执行长刘惠敏 及财团法人海外信用保证基金董事长林宝奇报告 委员罗志正等十五人质询 据由乔委员会财团法人海外信用保证基金 及财团法人海华文教基金会等相关官员及其答复 决议 一登记质询在场委员均已发言完毕报告及寻答结束 二委员所提口头及书面质询未及答复或要求提供这资讯 一请求委员会于二周内 以书面答复本会各委员并复制本会 委员令指定期限者从其锁定 三委员鲁明泽所提书面质询内容记录刊登公报 四审查结果 财团法人海华文教基金会 一工作计划或方针部分应依据业务收支之审查结果 随同调整 收入1050万元赵列支出原列1050万元 简列35万元其余均照列改列为1015万元 本期剩余原列0元增列35万元改列为35万元 通过决议三项请参阅并请方至第四页 二财团法人海外信用保证基金工作计划或方针部分 应依据业务收支之审查结果随同调整 收入原列6227万1千元 共计增列400万元其余均照列改列为6627万1千元 支出原列4060万3千元 简列50万元其余均照列改列为4010万3千元 本期剩余原列2166万8千元 增检户底后增列450万元 改列为2616万8千元 固定资产投资86万元照列 通过决议两项请参阅并请翻至第六页 二乔文会主管财团法人海华文教基金会 及财团法人海外信用保证基金 109年度预算均审查完俊 审查结果提报认会 不需交由党团协商 认会讨论时 由吕召集委员玉琳出席说明 三有关委员提案内容 文字及金额 在观想提案人意下授权议事人员修正处理 以上宣读 好那请问在场委员对于上次会议的议事录 有没有疏漏或错误的任何补充意见 如果没有的话那我宣布议事录确定 请议事录宣读报告及讨论事项 宣读本日议事日程报告事项 处理任会交付109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决议 国防部主管提出出面报告后 使得动支等八案 一国防部本部第一幕向下 基本行政工作维持至一般事务费 预算冻结200万元案 二陆军司令部第一幕向下 行政事务至一般事务费 预算冻结100万元案 三陆军司令部第一幕向下 政战综合作业预算冻结300万元案 四陆军司令部第四幕向下 军事单位装备零附件购置及保修之 军事装备及设施预算冻结500万元案 五陆军司令部第八幕第二节向下 清泉岗基地36座防护机库构建 预算冻结50万元案 六陆军司令部第一幕向下 政战综合作业中业务费预算冻结300万元案 七参谋本部第一幕向下 人事行政中资讯软液体设备费预算冻结800万元案 八参谋本部第三幕向下 教育行政中业务费预算冻结200万元案 讨论事项 一选查本院委员赵天龄等24人 米聚 宾议法第43条条文修正草案 第二至第五案 审查行政院行情审议 宾议法第24条第44条条文修正草案 宾议法实行法第45条条文修正草案 至院士兵服役条例第5条之2 第11条条文修正草案 国军老旧眷村改建条例第21条之1条文修正草案 六处理院会交付108年度及109年度 中央政府总预算决议 国防部主管预算冻结案等30案 一、108年度海军司令部第5幕向下 先行救难舰预算冻结1000万元案 二、部军司令部瑞讯专案预算冻结300万元案 三、部军司令部第5幕向下 先行战车预算冻结200亿5000万元专案报告案 四、部军司令部第4幕向下 一般单要购置与维护 预算冻结2000万元 五、部军司令部第4幕向下 一般单要购置与维护中 业务费预算冻结100万元 六、部军司令部第4幕向下 设施修缮维护与管理中 业务费预算冻结200万元案 七、部军司令部第4幕向下 通信电子与资讯管理预算冻结500万元案 八、部军司令部第4幕向下 后勤补给支援中 业务费预算冻结200万元案 九、部军司令部第4幕向下 后勤补给支援预算冻结1000万元案 十、部军司令部第5幕向下 新型战车预算冻结3000万元案 十一、部军司令部第8幕第二节 东山弹阔新建工程预算冻结500万元案 十二、海军司令部第1幕向下 督察作业中业务费预算冻结100万元案 十三、海军司令部第4幕向下 恩万补给品及服装购置 预算冻结1000万元案 十一、海军司令部第5幕向下 国军多功能雷关机 预算冻结300万元案 十五、海军司令部第5幕向下 一般武器及战备资源购置装备 装备中军事装备及设施预算冻结1000万元案 十六、海军司令部第5幕一般装备预算冻结100万元案 十七、海军司令部第8幕第二节向下 左营2港口扩建工程 预算冻结200万元案 十八、海军司令部第5幕向下 人事行政预算冻结300万元案 十九、海军司令部第8幕第二节向下 机场设施整建工程预算冻结2000万元案 二十、海军司令部第8幕第二节向下 一般设施整建工程中 海军各基地兴建塔台案 预算冻结500万元案 二十一、后备指挥部第1幕向下 采购及外购军品作业费预算冻结10万元案 二十二、县兵指挥部第8幕第二节向下 特种作战综合训练场预算冻结200万元案 二十三、政治作案局第5幕向下 震战装备预算冻结700万元案 二十四、军备局第8幕第一节 土地购置预算冻结500万元案 二十五、军备局第11幕向下 军品研发预算冻结2000万元案 二十六、先兵指挥部第5幕向下 一般武器及战备支援装备购置 军事装备及设施预算冻结100万元案 二十七、国防大学第3幕向下 约聘雇人员待遇预算冻结100万元案 二十八、参谋本部第3幕向下 在于行政中业务费预算冻结600万元案 二十九、军事情报局第3幕向下 作战综合作业预算冻结50万元案 三十、自通电军指挥部第4幕向下 电脑冰期作业之一般收费预算冻结135万2000元案 以上宣读 另外主席在那边另行宣告 关于本次的审查法案 如果等一下委员有提修正动议 请尽速交给一事人员以例会诊 应发供大家参考 那现在介绍我们本会的委员跟官员 那我们大家看到的是赵天宁赵委员 林长佐林委员 罗志正罗委员 还有没有没看到的 没有吗 好 那接下来我来介绍出席的单位 国防部的部分部长颜德发言先生 常务次长陈晓明中将 总督察长黄国明中将 资源规划师师长白杰龙 整合评估师师长苗慧芬 政治作案局局长简世伟 主计局局长陈国胜 军医局局长陈建彤 全民防卫动员是主任韩刚明 人事参谋次长李定中 作战级计划参谋次长叶国辉 陆军司令部参谋长陈中文 海军司令部参谋长郝以智 空军司令部参谋长郑龙丰 另外就是内政部议政署副署长沈泽芳 法务部参事张春辉 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科长唐昌豪 行政院主计总处公务预算处专门委员詹英军 那首先就刚才报告事项的部分 请问各位委员有关于报告事项第二项 院会交互109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决议 国防部主管预算九段案 提出的书面报告实得动之等有八案 现在书面报告已经提交本会了 那我想请教在场委员有没有同意可以解冻 一到八案都没有问题 那我们就本案同意动之提报院会 那本日的讨论事项 事项一为审查委员赵天宁等24人 迷据逼义法第43条修正条文草案 那请我们赵天宁赵委员就调案的修正条文 做提案说明 时间三分钟 谢谢 谢谢主席 我们这次提兵义法第43条的这个修正案的提案 说明如下 我们这次的修正并不是要针对国防部 现行的征集太阳做出更改 而是必也证明乎 那将相关的要件做出合乎目的解释的修正 因为呢 这个不可抗力的文艺解释 是人力不能抗拒 或者是加以最严密的注意也无法避免 那从各国的立法力来讲 其实都是有最极端的情况发生的情形下 那才是叫做不可抗力 那可是这样的要件的内涵跟意义呢 跟现在国防部现行韩事所示的这样的一个 包括补充本条文的执行兵义法第43条 免除本次教育点阅勤募召集范围基准表 第8款补充规定的不可抗力的实相因素 来相提并论的话 都无法去做相提并论 比如说交通延误啦 兄弟姐妹在营啦 参加国家考试等等的因素 那这些因素根据我国最高法院传统实务的见解 都不是不可抗力的解释范围之内 那最近的这个实务见解 参考最高法院第91年度台上至第111号判决 那采取宽松的解释呢 包括海盗内战暴动 叛乱内乱革命等等 他们认为呢就是近乎于不可抗力 但是跟我们刚才所讲的交通因素 兄弟姐妹在营国家考试等等 是完全没有办法去相提并论的 所以我们才会建议说呢 应该要把它修正为特殊室友 比较妥事 那这个特殊室友里面呢 这个国防部有跟我们来去做说明 希望也可以修正条文第二项改为前项各款的认定基准 由国防部定制那我们同意并表示尊重 那其他的条文呢也感谢国防部支持本习匡政的要件文字 那希望我们待会的审查可以顺利谢谢 好非常感谢赵天文赵委员 那本日的讨论四项2到5为审查行政院韩情审议 兵役法第20条第44条修正条文草案 还有兵役法施行法第45条条文的修正草案 以及志愿役士兵服役条例第5条 之二第11条的条文修正草案 以及国军老旧眷村改建条例第21条之一之条文修正 及讨论事项六支 三预算解冻案的专案报告 那以上我们请颜德发言部长上台报告 主席各位委员先进 今天大院委员会并案审查 各位委员提案 以及行政院韩情审议的定义法等修正草案 以及预算解冻案 委员应邀列席报告 宣感荣幸 并对委员支持国防事务的热忱 表达感佩之意 大院赵天宁委员等24人 针对逼义法第43条 有关后备军人免除召集事由 提案修正 使条文能够更争明确 以切合实物作业的所需 文部禁表尊重并配合办理 为配合身心障碍者权力公约 修正涉及对身心障碍者歧视的意涵之用 本部提出第一法第20条 第44条 第一法施行法第45条 志愿士兵服役条例第5条 第11条 以及国军老旧眷村改建条例 第21条之一等修正草案 另外本部办理预算解冻 具有陆军新式战车等38案 合计新台币7亿5845万2000元 针对委员关切个案执行的现况 本部军医决议的要求 完成书面报告承送大院 一请各位委员鼎励支持 以使国防施政能够顺利推动 接续由本部资源规划师师长 以及陆军参谋长 针对法案内容 以及预算解冻的专案报告 向各位委员依序报告与说明 谢谢 主席各位委员先进 大院赵天林委员等24人所提 兵役法第43条修正草案 及本部研理之兵役法第20条 第44条修正草案 兵役法施行法第45条修正草案 志愿士兵服役条例第5条之2 第11条修正草案 国军老旧眷村改建条例 第21条之1修正草案 仅在此提出说明 1.立法第43条修正草案 1.大院赵天林委员 鉴于立法第43条第8款中 有关后备军人免除 召集不可抗力要件之函事 与各国法规不可抗力之解释 相去甚远不符国防需求 原提案修正 2.修法重点 修正第8款将不可抗力文字修正为特殊事由 增定第二项授权特殊事由标准由国防部令定之 三委员提案修正条文有助法规明确性 净表尊重 令因本部目前已定有执行兵役法第43条 免除本次教育勤务点阅召集范围基准表 且免除召集基准泰样 凡多建议将第二项修定为 前项各款制认定标准 由国防部定之以服时需 2.兵役法第20条及第44条等各项修正草案 1.依身心障碍者权力公约第5条 议职,缔约国应禁止所有基于身心障碍之歧视 我国并于103年8月20日制定公布身心障碍者权力公约施行法 为落实公约之精神 本部原理具兵役法第20条及第44条修正草案等各项修正草案 修法重点报告如何 2.兵役法第20条及第44条修正草案 为服法治体力将第20条第一项各款锁定者制删除 并将第一项第二款及第三项残废用语予以删除 第44条第一项第三款受伤残废用语修正为受伤至身心障碍 3.兵役法施行法第45条修正草案 将第一项续文及第一款受伤残废 伤残等用语修正为受伤至身心障碍 4.志愿士兵服役条例第5条之二及第11条修正草案 将第5条之二第一项残废用语修正为身心障碍 5.将第11条第一项之承残用语修正为身心障碍 5.国军老旧眷村改建条例第21条之一修正草案 将第一项残障用语修正为身心障碍并着作文字修正 3.相关法令影响评估 1.大院委员提案之兵役法第43条修正 不影响其他法律之执行 于修正公布后 本部依授权研定相关认定基准 即可据以执行 2.本部延提之兵役法等修正案 均不影响其他法律之执行 于修正公布后即可据以执行 4.执行之原额及经费影响评估 上述条文修正后均无需增加原额 亦不增加政府预算 5.结语 本次大院委员提案修正兵役法第43条 将使相关法制规范更增明确 有助国防事务推展 令本部所提兵役法等各项修正案 希望落实保障身心障碍者权益 敬请各位委员先进给予支持并不令指教 谢谢 新型战车预算解冻 冻结两亿五千万 专案报告 报告人入军司令部参谋长陈中文 主席各位委员先进 以下警救本部一般装备向下 新型战车解冻案提出报告 一前言 首先由衷的感谢大院委员会 对新型战车案的关心与指导 以及在明109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审查 时所提供的宝贵意见 大院决议事项具有两项 一新型战车发酵书尚未签署 能否如期获得有待确认 针对一般装备向下新型战车预算 编列44亿9697万2千元 冻结2亿5000万元 二 请国防部取得发酵书 并向委员会提出专案报告后时的动知 本案以大院编册及国防部指导下 本军积极努力执行 并如期于108年12月13日 完成发酵书签署的作业 以下警救新型战车执行成效 及后续管办作为 说明如后 希望借由本报告 能让各位委员了解 109年度一般装备向下 新型战车预算编列必要性 二 目前的执行成效 以计划该要 本案以108至116年 编列预算新台币405亿 2415万9千元 寻均购管道向美采购 新型战车108辆 七分四批至于 112至115年 接桩 部署于北部地区 以提升地面防卫作战能力 及确保中枢安全战力 并可强化全民国防 激励士气 展现坚定自我防卫决心 二 发架书的签署 陆军于民国108年 11月8日 获得新型战车发架书 以程序办理采购计划 经国防部12月10日 核定 由驻美军事代表团于 12月13日 签署发架书 全案经购款 预算上限 13亿495万9千元 折合台币 398亿125万6千元 并于12月20日 与政府采购网 登陆绝标公告 全案经购款 合于大院审议额度 后续将由 华美双方 一节点管制 共同执行各项作业 三 先期整备工作 为周园全案作业 至今年期 已启动失智总能 驯藏整件 占保建制 模拟器的购置 及准则发展 等相关配套准备 并于每月召开 专案管制会议 借绵密管制作为 并使各项配套 更增完备 以立后续结装 及完成训练准备 华为 失智总能建立 为建立新式战车 未来教训能量 失智总能采赴美训练模式 应用美军现有的训场 及失智培训 本军总能84元 予于112年初选严赴美受训 为立选严的作业 可应用国内的语文班队 培训 预划培训语文专长人员 计168元 并掌握成就读美军校受训之 年军军事官 依职务及军管的发展 纳入候选民部 以广除人才 辟折优送训 跨无二信场整件 经108年2月18至25日 以美方副装训部 坑子狗靶场 四辆栋训场及北侧湖口训场 县刊及研讨 现有的训场经整件后 可满足新型战车训练使用 现已启动相关工程规划作业 候三 占保建制规划 应应兵力部署及驻地调整 以检讨部署云区 增建 研底 以强化部队战力防务作为 现刻意 建案作业程序 办理相关文件审核事宜 候四 模拟器购置 向美采购M1A2T战车 同时也向美国采购 涉及及驾驶训练模拟器各一套 公司这种能在美训练使用 并配合首批M1A2T战车 抵台的时程 交运来华 为落实国防自主政策 建构国防产业 后续规划委由中科院研制模拟器 并专心部建置一座模讯馆 展现落实国防自主政策之决心 考五 准则发展 先以透过美专案办公室 掀起收整新型战车操作手册 战车涉及教犯 重装里的涉及教犯 及维保训练手册等文件 可供后续准则发展参用 并更需与美专案办公室洽谈 提供相关技术文件事宜 三 后续管办作为 陆军以与专案管理教责 完成专案整合团队编组 更新一分工执掌及作业节点 推动专案工作 每半年以美金召开专案管理会议 及理业督导等作为 譬如其如职如预算 于112至115年扩装 四 结语 新型战车以大院 一大院的审议预算额度内 完成发架书的签署作业 签构新型战车具备数位指管能力 亦能提升联合作战 整体作战效益 其强大火力 高速机动力 其装甲防护力 将成为联合国土防卫作战中 自身关键要素 且相关建案准备 均以规划完成 正陆续展开推动 若预算无法顺利解冻 将影响主要装备产制 及备份料件的签构 等先及准备作业 感情大院委员持续给予指导支持 同意冻结议算 准夷解冻 一例专案工作 持续推展 无期获装 以上报告 谢谢各位委员指导 谢谢 好另外 主席在那边宣告 为了依应防疫的需求 本会议是严格管控人流 请没有持有号码牌的官员 以及面对朋友离开会场 谢谢合作 好那我们现在寻答开始 那因为今天讨论的议案很多 等一下还要就逐条讨论 所以本会的委员4加2分钟 分合本会委员4分钟 10点30分发言登记截止 好那现在我们先请罗智政的委员 谢主席马上请部长 我想在全国甚至全世界都忙着疫情 在控制的同时 国防部最重要工作就是确保 我们周遭的这个区域是和平稳定 让我们可以专心在做这个疫情的工作 但是不可否认就是说 有时候不取决于我们 也要看对岸的一些动作 部长你所了解的 中共最近的在这个区域的午后的动作 有没有升级 那我先谈一个点就是 环球时报在4月10号的时候 有个社评 提到了所谓 对台湾的一些警告 其中有一句话 这个社评 部长你看过没有 看过 有一句话叫做物为言之不欲 帮我翻译一下吧 他的意思是说 不要怪我事先没有先告诉你 他有一点警告的一个意涵 对 历史上 当然这个你也了解了 历史上中国在中越 中印边界冲突 中苏 珍宝岛事件 中越边界冲突之前 都用人民日报或是新华社发表这样的一个 恐吓 恫吓的言论 这一次是用环球时报 当然我们知道之前是人民日报 环球时报是在1990年代才出来的报纸 对于这样的一个恫吓 部长怎么解读 我的看法 中共他不放进武力犯台 所以对我们的文工也好 武贺也好 像近期这些活动 他就是企图改变现状 所以我们 我个人看法 不管他放什么话 不管是欲或者不欲 我认为我们就是不要松懈战备 我们不能够随他起舞 没有松懈战备是基本 有没有提高战备的准备 还是维持原来的一般做法 我们国军透过联合军阵 掌握了趋势动态 不可否认 从连来他的这些军事的活动 训练的活动 他的频次也比较密 所以国军 我们就是务事提不来 所以我们不会松懈我们的战备 当然 我们怎么样去快速提升我们的防卫战力 我们都在做 所以中国进来的密军事动作 在这个区域 密度也好 强度也好的确有升高 有增加 有增加 但是我们要谈谈 就是到底疫情对各国军力的冲击 因为中共也利用着在测试 展现自己的军力 测试美国的军力 乃至测试我方的军力 部长就很了解 中国本身的军力 有没有受到疫情的影响 当然有 有吧 当然有 包括最近在台海附近动作的军力 也是有影响 有我们有掌握有影响 但是他们很多不公开 但是我们掌握他们 有有 解放军也有受到疫情 有确诊 有我们跟国安局相关单位都有掌握 所以中国军力是有受到影响 他有受疫情的影响 所以最近也是有人指老虎出来晃晃 让大家知道他没有受到影响 他这些军事活动就要彰显出 他不受疫情 也没有军事活动的空窗期 可是这刚好心虚嘛 是 没错吧 应该可以这样解读 好 美方呢 美方主要就是大家所知道的 就是他的印太战略 他必须要支持印太战略 在这个区域内 他要展现出他具备足够的战力跟能力 能够维系区域的和平和稳定 他在这个区域他还是有优势战力的 他还是可以具足导给领导的地位 所以即便受到疫情一定的冲击 但基本上来讲 他有很多一些配套措施 好 那我方的呢 我们我刚刚跟委员报告的 我们是绝对不会松懈 我们不会松懈 所以我们相关的战备准备的强化 我们平常都在经营 都在做 把影响减到最小 我们现役的军事里面有没有任何确诊 没有 目前没有 零确诊 所以零确诊 我们希望保持这样的一个事例 因为我们的确也要担心或者预防 虽然中共不断指控我们 羽翼磨毒 独立的毒 但是我们更要防范是 中共羽翼动武 或魔物的可能性 所以还是要做最坏情况的一个 因应的准备 我们不挑衅不确诊 好 这是台湾周遭军最近的一个军事的角力的情况 看得出来 刚才提到 它的这个密度也好 频率也好 跟强度都提升很多 我们想了解是 委员所狩猎的指导 他们在情间针方面做得非常频 他是看到什么不一样的动态吗 还是就是 例行的话 应该密度不会那么高 呃 他在这块地区的情间针的一个动作 呃 都是非常正常的 非常正常的 所以并没有特别提高 中共在这个地区有提高他的一个 目前来看 他都维持 他只要能够掌握这个区域的经济形态 他都 他都 都是这样做 OK好 那我们回到今天 你们要解冻一个重要东西 叫做新型的战车了 是 MIA2T 是 那个 我们先谈战略再来谈那个战车的角色 防御固守 重臣赫阻 到底战车扮演的角色是什么 他就是赫阻 重臣赫阻 是 这一型的战车 他可以 对这个中共现在目前服役战车 他有足足有余的战力 随时先抵御探头 是 可以做得到的 可是一旦万一了 最坏情况 如果共军已经上了 案之后 战车没有角色了 也不至于 因为 战车在地面作战 他的一个功能 从探钱周波 或者是一直到进来 都是有能力 来继行他的一个作战 可是我们回到一个战略部署的部分 我们当然这一批主要是放在北部 没错 对不对 对 好 那这个战略部署上来讲 主要是针对哪一块 我们重点在中枢药域 中枢对不对 是 好 就要问一下战术性的东西 很低的 运送问题 战车不可能 一百多辆要进来 对不对 对 在一些宜防 或说一些可能战备准备上 还有这个运输的必要性 对 我们买的托车头有多少 6辆 可是我们要一百多辆 对 然后未来怎么办 各位委员报告 暂时的情况 我们也不一定仰赖拖车头 这些台湾 尤其北部地区 道路桥梁 我们都经过测试 都没有问题 每方也来看过 确实可行 确实可行 所以即便自己在路上走 所以这些拖板车 可能是用到平时 我比方说要训练进基地 那真正暂时 它越野也好 道路桥梁是没有问题的 可是它有 拖板车有速度的问题 对 拖板车是比较慢 拖板车法比较慢 拖板车是比较慢 OK 我现在确定就是说 因为你现在只买6台 拖板车 对 然后未来是要尾商 是不是 还是6台就够了 委员好 我是陆军参谱长 跟委员报告 我们现在目前 我们委商的这个平板 民间的平板车的那个长度 它没有办法符合我们的战车 那我们现在的108辆 我们是把它配属在北部的这个单位 然后采T次运输的方式 一次是以四个拖车头 运四辆战车 另外两辆拖车是备源的方式 我现在问的就是长远的规划来讲 你到底需要多少拖板车 报告委员如果是暂时的部分 我们是直接就是直接上路了 平时又有尾商 所以基本上就是6台 是6台 OK好 那预算里面都有了吗 都有都有 OK好谢谢 谢谢委员 谢谢委员 好谢谢罗志愿委员 接下来请林昌佐林委员 主席我们请部长 好请部长就被巡台 林昌佐林委员好 部长早安 今天要审查的法案有一些 这个其实我没有太大的问题啦 有一些细节等下审查的时候 我们再来讨论一下 那我想我就 针对刚才其实罗友员 有问到的部分 我再进一步想跟部长讨论 就是 其实上个礼拜 这个中国辽宁舰在内的这个6艘军舰 在从台湾东面的海面 通过的时候 第一时间是日本的防卫省来去公布的 然后我们国防部其实是被动发新闻稿的回应 我想知道一下就是国防部对这件事情的判断是什么 就是说为什么我们不是自己主动第一时间来公布 然后而是用这样的方式 报委员 实际上国防部透过联合清真真对辽宁号的掌握 从他从山东出来 出港我们源头就开始掌握了 那日本公布主要是通过公布水域 那个是日本方面的一个责任区 他的ADIZ 对我们都在监控 那日本公布完之后 他进入了我们台湾周边海域东部的外海 那我们在这个当中 我们是同常以往这种军事的活动 我们不宜过早去发布消息 所以一定到某一个程度之后 我们会对外来做公布 把这个区域的安全威胁影响到最小 没有威胁的时候我们会公布 因为我之所以为什么会问这个问题 主要就是想知道说我们国防部 现在接着对于中国对台湾的这种武力 我们都有掌握 一定有掌握 但是我们现在处理的方式是说 主动积极的去公布 让国人一起有提高警戒呢 还是说要用这个被动的方式 跟委员报告 主动跟被动完全要取决于 对方的军事行动 有没有一些风险或者是安全的危害 国防部必须要以负责的态度来掌控 所以这个新闻对外界的发布 我们主要的考量在这里 因为我还是希望比较主动啦 因为其实国内还是有一些人 他是用比较消极 或者说他其实松懈 这个这个用很松懈的方式 在看待中国现在对台湾的这个提升的这个武力 所以我是认为应该要积极一点 随时让国人应该要知道 那其实在这个辽宁舰再次绕台的时候 同一个时间中国的军机也出现在台湾西南的方向 这个也是今年现在第六度了啦 应该是第六度了 那所以之前其实有其他委员 就是我刚才在讲 就是说我认为是过于松懈 他认为中国军机绕台是无害通过 那我有看到国防部当然也有公开说过啦 那我想在这一个场合 是不是可以请部长解释一下 在国际法上面什么是无害通过 委员讲了10号当天早上 在我们的西南海域 那个地方的确它是一个公海 是一个国际的一个无害通过的一个海域 但是我们都有在掌握 他在那边做训练我们都有掌握 我之所以在这边要再继续来讨论这个题目 就是我从刚刚前面讲说 我觉得我们要积极的让国人提高警戒以外 另外就是像刚刚我讲的这种言论 我们也必须让国人知道说 其实是没有这个 在国际海洋公约上面 这个当然公海啦 还有在各国的领海里面 尤其各国领海里面 如果是和平安全符合秩序的状况之下 通过领海 那这个叫做无害通过 但这里指的是船 飞机的话 这些中国军机针对台湾怎么飞 其实在国际法上面 并没有无害通过这种定义 所以船跟飞机是不一样的 在法律的位阶上面 用语上面也没有无害 飞机没有无害通过这个定义 那更何况说中国军机 屡次通过我们的这个防空识别区 那再加上 我相信中国对台湾的态度 也不符合和平安全符合秩序的这种要件 所以我只是要在这边就是说 国防部除了我认为 应该要更积极的让国人知道 那这个反应的速度 我认为应该不要再用被动的防止反应 另外我觉得包括这些定义 也让国人慢慢知道说 其实中国飞机针对台湾并没有无害通过 在国际法律上面的位置也没有无害通过的这种概念 所以我希望就这个部分 希望国防部是可以更积极的来处理 是因为通过陈屋委员说 通常是海军 海洋法 那其实 委员刚刚提到的10号 那个是在我们ADI任 那个四川ADI任里面 西兰海域 所以我们空军都有做应处 是 那另外其实 讲到这个领海的部分 我还是要进一步 因为我们现在最担心的 当然不是这个本岛而已 我想主要还是离岛的部分的一些问题 那台湾本岛 澎湖东沙岛这些 我们现在都画有领海基线 那我想部长也知道 我们针对金门马祖 其实并没有画领海基线 我们画的主要是禁止水域跟限制水域 那如果中国军舰 在这个金马附近来来去去 我们在国际上面 部长你认为我们可以怎么主张我们的权利 当然我们 我当然不是要国防部画领海基线 因为这个其实也是内政部的这个工作 但是 毕竟我们在那边现在没有画领海 那如同我刚才讲 国际法上面有针对领海上面可以主张的权利 那如果说中国军舰接着处理的是那一块海域 而我们只有公布禁止水域跟限制水域 我们可以怎么主张 我想这个是双方的一个默契 当然我们不希望 就成如海啸中线一样 我们不希望能够打破这个默契 能够改变现状 这是我们不乐见的 那当然如果 刚刚委员提到这些状况的发生 我们都有一些应处战备的一个相关行动证据的一个规范 我想到时候如果有发生进一步的一些冲突 这也是我们最不希望的 最不希望发生这种冲突 但是这个冲突后面会不会引发什么样 在国际上面的这个法律战 以及我们怎么捍卫我们这些立场 我想这个国防部应该也要 这个做进一步的这个研拟来思考 因为我想我们也不是希望说真的发生这样事 但是国际上面我们该主张的这个权利 我们就应该要主张 谢谢委员指导 谢谢部长 谢谢 好谢谢林长总林委员 接下来请赵天宁赵委员 谢谢主席 我们也请部长 请部长就被巡台 赵委员好 部长好 我想我的这个问题跟前面两位委员 其实也很关心 这个就是中共对台动武的可能性 那我们看到这个共军绕台 美军的增加巡异 这都是好像中美双方都在台海附近 巴士海峡等等的很大的活动 然后呢 我们也看到说辽宁号这个2020年4月12号就两两天前 两三天前然后正式的是有第十二次进入台海的周边 然后我们再看下一页 那你看他的这个评刺 这个其实在这个今年度 他的这个不管是时间航程项目都是最多的 我们再看下一页 那共军绕台依照国防部的统计 在17年是最高峰之外 其实本来有下降 可是呢今年呢 又已经 已经到目前就六次了 已经比去年的总数还多 然后我们再看下一页 然后呢 那这个中共内部呢 至于在中南海附近 有媒体有观察到 所以他们的军备也在增加 然后我们再看下一页 那他不仅对我们 他对邻国也开始进行一些灰色地带的冲突 那包括在我们的金门 在这个东海撞日本的军舰 然后或者是在其他的南海的附近 都有一些零星的冲突 我们再看下一页 那当然刚才卢士政委员也有提到说 勿为言之不欲里面有一些过去的例子 我们在这边也整理给大家看 然后所以我们往下一页 那我们自己的军力报告 国防部108年的中共军力报告里面 也有提到说 2020前今年吧 中共可能就可以完备对台全面动武的这个作战准备 即便他可能能力仅限于我们的领导 但是他也战力也堪称完备 我们看下一页 那所以因为刚刚 罗伟言有请教您就是说 他觉得会不会是一种夜郎自大 自己疫情受到影响 以至于就是在外面他必须当个子老虎去表态一下 那这一点当然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当然我们会比较放心一点 那但是我想请教您就是说 一到现在情势研判 如果一到十分一是最轻微 然后十分是最严重的话 国防部会认为中共对台动武的可能性 大概到什么程度 跟委员报告 就我们国防军事的角度来看这件事情 委员所提到的中共对台动武可能性会给几分 我们就军事角度来看 他动不动武是依照我们敌情判断里面的争后 这个最重要 就是它是一个活的反应 我认为如果说用分数一到十分来去做一些认定 把它量化 比较可能不是很客观 那我们的看法 我们从军事角度 就是务实去看他的侦后 那目前他的侦后的动态 包含了很多一些 我们在军事专业上面的一些研判 就是联合情间真 透过这个我们会给他下定义 他是不是要犯台或者是动武 我跟委员做以上的说明 OK所以到目前为止 因为我们想优患医师还是要建立起来 那就是以目前他 因为是对外进行的这些评测有增加 依照这样的征后 你们觉得还是一种文攻武嚇的作为比较大 是文攻武嚇就是恫吓我们 就是恫吓我们 第一个刚刚也说了 就是他要张远讲出他不受疫情的影响 就是军事没有空窗期 然后文攻武嚇包含这个物为原则不遇 这些外交的术语 这些外交的术语 就是动摇我们民心 所以我想这个反而会使我们 台湾两个三百人同胞反感 会厌恶 在这个时候疫情严峻的时候 大家都在抗疫的防疫 那他还有这些 升高一些居士威胁跟动吓 所以我想大家都在看 所以这个是会适得其反的 因为我们是维护 我们整个的区域和平跟稳定 然后也不改变现状 那到底谁在破坏现状 谁在冲击区域安全 大家都非常清楚 所以这个是适得其反的 对我们有一样的看法 刚刚讲到武嚇 那文攻的部分 我们就有这个法律的修正上的建议 因为国安局他们有发动说 这个文攻的部分 从一月份到三月份 每五分钟就有四则假讯息 我们看下一页 那事实上你看 4月9号辽宁号B台 后来国防部有证实这是假讯息 结果4月11号他们就真的跑过来 所以他在真假之间 他们一直在玩弄这种 这样的一个文攻加武 或者真跟假之间的伎俩 我们来看下一页 那也有一些我们自己的退降 其实也配合演出说 哪一天他就宣布 是我们台海是内海 然后突然间就把我们封锁 也配合着来进行这样的文攻武嚇 我们看下一页 那同时我们也发现很多的假消息 那这些假消息 国防部都很努力的揪举出来 然后预期出了司法行动 可是很遗憾的 依照目前的法律的规范里面 不管是行政裁罚还是刑法 通通的结果就是不乏 驳回不起诉 所以我想这点是我们目前法律的极限 我们再看下一页 那所以呢国防部就提出一个 刑法的修正草案的建议 就是说希望能够比照传染病防治法 就是意图散布于众 明知而捏造传输有关军事作战 演习训练 武器装备 研制或采扣的谣言或不实讯息 以致危害到公安的话 就会有一些刑事法律的责任 那这个东西很好很重要 因为这东西才会给你们有法律上的依据跟武器 去遏制这个假消息 那我们再看下一页 那可是我们从这样的时间表来讲 我们从罗正伟在去年的3月8号 到本席也有去相关的咨询 那这个修法到目前为止的进度 不知道是怎么样 我请法律师师长跟你说 好 我也好我是法律师师长 我跟委员报告 我们去年在修 书海工具刑法第72条的时候 也有注意到这个问题 所以我们有拟了一个拟案 送到法国部区大家都有做了一些研讨 那后来因为我们觉得这个要很谨慎 要更周延 所以说在去年底的时候 我们也邀了很多的专家学者 把这个条文就像委员刚刚看到的 我们有做了一个拟案 送到法国部区 那法国部他们前两年联系之后 大概5月份会针对这个问题 我们会再做一个讨论 我待会也会到司法法治委员会 去督促法部快一点 因为传染病房治法或者我们这次特别条例 把假消息列为严打的对象 效果非常卓越 因为很多他真正的是假消息的 立刻就可以受到层次 而且让假消息就会降低 那所以我们国防这个部分 刚刚部长有讲 对岸在恫吓我们 文公武吓我们 我们虽然非常觉得遗憾 而且觉得他们这样很不好 但我们自己要强身 要把我们的法律趁这个机会 把他更健全完备这样可以吗 是 是 是 我们继续完成修法 好 OK 谢谢 谢谢委员 好 非常谢谢赵先生赵委员 接下来请王定宇王委员 谢谢主席 麻烦部长 请部长就背讯台 王委员好 部长早 我先来问第一件事情 因为时间有限 今天我看到美军的有一艘军舰叫做HELSEY USS HELSEY呢 它船舰上的人发出一个叫做Mask needed for our sailors in the Navy 就是在海军的水手 这些海军急需要口罩 它上面有300位官兵等等这些啦 那我们现在当然我们在照顾国内是第一优先 国内的涵盖率够 我们现在有进行一些人道援助的部分 我个人建议国防部在这部分应该可以扮演一部分的角色 主动关心友军 这一艘HELSEY我看过它来到太平洋的舰队过 我不确定它现在的home base到底是夏威夷或哪里 但是这是一个现象 表示美军的海军受到这个武汉肺炎的影响 其实有一定的程度 不管我们已经知道罗斯福号或者是雷根号 到现在这一个HELSEY 那国防部的态度怎么样 能不能主动关心 然后另外根据防疫指挥中心去整体调控 原则是要国内够 我们才能去思考去帮助朋友 这是我们从一开始到现在的原则 所以基于这个原则下 国防部可不可以主动表示关心或协助 科委员报告有关于人道救援 这也是彰显我们普世的价值 这是应该要做的 尤其是现在疫情严峻的一个阶段 那我想区域内的相同理念的国家 发生这种情形 我们都乐观其他愿意资源去做 所以部长可以责成相关单位去接触一下 外交部他们整个都会做评估 这个会经过外交部吗还是经过你们 这是军方哦 对但是他们会透过外交部的系统 我给部长建议我这个话题只在这里 因为这里面有一些运作的模式 就是说我们军方一定有一定的管道 把我们的善意丢出去 那至于他怎么执行他的善意 每个国家有SOP 他经过外交系统提出怎么样 那个是程序 但基于有军的概念 事实上可以责成我们特定的管道 把玩怀丢给他们的Pandagon 我们都有请他们来掌握 另外刚才大家都有提到来下一个 一些最近发生的事情 我把这仅仅七天 在台湾周边的军事活动 其实那个密度超越以往 不管是美军日军 其实我们很忽略还有韩国的部分 那跟台湾本身 那事实上我们是以台湾自己为中心 来看台海周边的紧张度 那如果你拉大一点地图范围的话 日本的防卫长官何也 前天就已经开骂 骂中国无聊 就说这段时间大家忙着防疫 你派的船船出来 那个日本那边也要动 日本也要派一些智慧队去协助防疫 所以日本的河野大臣有表示意见 另外呢韩国媒体呢也在念中国说 你怎么这时候做那么无聊的事情 那另外美国方面 已经是达到一个愤怒的程度了 美国有强烈的反应说 这个时候做这样的事情是非常不应该 那我们国防部长期有表达类似的意见 所以在这一个部分 第一个你要请问一下 我们168舰队在4月11号确实有出港吗 有 就是因为辽宁号靠近了吗 有出来应对 我们现在我们最主力的战舰 记得级的都在168 所以这个战队可以说是我们最强的战队 那我们不只是捍卫我们的海江 事实上我们也尽责了在印太地区安全的一环 相当时我可不可以这样讲 我们也降低了美军这时候的负担 那如果是的话 他这样子的共军这样绕 我请问一下部长 你判断他到底想干嘛 我想就是程如刚刚委员所提到的疫情那么严峻 我想他主要的目的之一 就是彰显说他没有受疫情的影响 他还是战力非常完整的 他可能要凸显这一块 第二个就是军改之后 他不管是实战化 或者是一些远海航训练 他可能有一些自认为是到达某一个阶段 所以出来做一些展示 他辽宁号是做了一个舰队编组 是是是是一个完整的舰队编组下来的 我请教海军参谋长 这个参谋长 你用海军的本职的专业 你看他们最近在绕的这些动作 他想做什么 报委员第一个就是 就纯粹就海军的战术来看 第一个就是例行性的训练 训练 对组合训练 第二个就是有点威慧的意思 他特别在东北角跟西南角 空军在西南角 然后海军大概东北角这样绕下来 瞬时钟的绕法 以往是逆时钟的绕法 这一次是瞬时钟 但他不会去听我们陈时钟的 他这个瞬时钟的走法 有没有什么特别不一样 报委员其实只是航道不一样 航道不同而已 他卡那个点很明显 对 但是他一般他空军的话 近年来都是这样子 只要他有重要的演训的话 空军在西南角都会出现 在美军 如果美军战时无法运动 但那是假的 美军随时可以说 美军战时不能运动的话 对他们这样的演习的量 以演习转战争的话 你对我们国军防卫的能力 评估怎么样 国人该不该担心 报委员我们随时都是被变的 有没有信心吗 有 有信心 好 谢谢 那两位先请回 部长 我再请教两个问题 第一个是我们今年因为疫情 这不是国防部不想训练 哇 那我们现在呢 原来要征集的 那个四个月的训练 就是短期的 也不是短期 我们现在改成四个月疫期的 本来 本来要训练的人数都往后挪 因为我们现在都没有着急了 那调整以后呢 现在简讯了四千五百 四千一百五十人 往后挪 往后挪到挪中心我们不晓得 所以请问一下 这六万七千个疫男的消化 目前国防部有没有能力在今年消化 还是真的要顺延到明年呢 这个数字是叫点招的人数 这个不是叫总招 这个是训练 军事疫训练 现在四个月疫情 训练是六千多 现在六千多是不是 那六千多我们会在下半年把它通通训完 好那苏者不管 我们原来三半年往后挪的 我们在下半年会把它训练完 下半年通通通把它训完 因为这牵到很多疫男的生涯规划 是是是没有问题 下半年把它训完 那我继续追问最后一个问题 谢谢主席 我们三四五月份叫招停办 因为疫情 你这把人抠来也不对 那现在六月份也快到 我们都要提前部署 现在四月份 是不是在国防部的规划下 我们退役的被役人员 就是六月份的叫招 是考虑造成还是确定停办 我们六月份经过我们的评估 还有后备主流部的建议 目前是停办 确定停办 所以六月份的叫招停办 然后我们前半年的 疫男的军事训练 挪到后半年 下半年来通通 一定会把它消化完毕 那这当然是动态 要看疫情发展到几月份 好谢谢部长 谢谢委员 好谢谢王定 王委员 来部长相关欢迎请回 接下来请 吕玉玲 吕委员 谢谢主席 请言部长 请部长就被巡台 董伟好 部长 4月10号 中共官媒透过环球时报 发表了一句话 叫做 物为言之不欲 这件事情发表之后 是不是对我们台湾 造成一个威胁 跟对我们感觉到是个市井 那委员 他文攻午后没有停过 这个外交的术语 他就是企图要动摇我们的民心 语论战心理战来动摇 讲这句话 不要怪我事前没警告你 那我们的看法是 当然当年有过一些不管是印度的边界 还有珍宝岛事件这些 当年有发生过这些一些案例 但是时代背景不同 那激情威胁也不同 那中共只都是我们的敌人 所以我们不会因为这一句话 做其他不同的解读 那我个人认为我们不会松懈我们的 可是我们也要准备好来 因为如果有军事的武器跟兵力 有大规模的集结在西南海的话 我相信照我们国军 我们国防部的军事能力 一定能够利用这种科技的卫星 去掌控所有的状况 是不是 但是我们相信 他们会用官媒这样子的市井 我们也是要严正以待 我们更要去掌握去关心 所有共军的一个动态 那这个动态我们也在担心说 会不会他们 他们有这种军事上的攻击 或者是重点的打击的方式 来对我们的军事设备有所去攻击呢 当然崔伟委員说的 各种的状况都可能发生 所以我们在战备整理上 抱持的心态就是 一定要做最坏打算 然后完成最好的准备 就是我们所要求的 物事敌不来 那我们必须把各种可能的风险 包括委员刚刚所提到的 各种可能的行动 他有可能会做到的 因为我们都最快打算 所以我们要完成最佳的准备 所以部长 我们就是要注意共军的动态 适时的向我们国人来做报告 也能够安定我们的民心 好不好 谢谢崔伟委之长 那接下来我们是要问一下说 这个军训的那个 呃呃 军训训练的员呃已经减半了 本来五六月的部分 你们要延后到七月份 那在新训集训的时候 我们也发现 呃原来呃这个 我们新训发口罩 一人一片 本来是十四天的 那部长也争取到一个月 那最重要是 各种口罩的发放 在于我们的营区 这营区发放口罩 是我们统一的窗口用健保卡去理 还是让我们的军人阿兵哥 他们自己自行其领取的呢 呃各位官员报告 我们呃现在也请营区为单位 呃他们必须要展现主动服务 呃因为现在呃这个手机下载APP 這個健保快遇通就可以夠到了 他們是兩天才九片啊 那我們剛剛不是講亂一天一片嗎 那就不夠啊 那就不夠怎麼辦呢 報文 我們室內防疫人員是主動給他 這個不會斷掉的 這個我們主動由上往下撥補 那室內防疫人員以外屬於自主健康管理的 要自己去準備 那我跟委員報告就是自己準備這步 我們會請我們的幹部發揮服務的精神 來主動幫他們去 剛剛透過剛剛跟趙偉報告的方式去 幫他來採購來滿足他們 看他們需要多少 因為每個人需要量是不一樣的 一定要讓他們都有安全的醫療 所有防護的口罩 才能夠讓我們的疫情能夠得以控制 好不好 那還有就是因為我們新訓了 新訓的時候我們都要去報到 有報到的時候在訓練的時候 有發生感冒 或者是感冒 或者是咳嗽 或者是發燒的情形 我們會如何處置 我們馬上就送醫 送醫 那是在軍中隔離還是會再回家隔離 因為他帶著醫生證明他的支氣管是過敏 敏感 很容易咳嗽 他去報到的時候 他咳個兩聲 新訓的那個班長就叫他回去了 他等了一年多要來當兵 趕快當完兵要來找工作 咳個幾聲 就叫他回去了 這個把關 這個會不會太過於嚴苛 或者是高規格 我剛剛提到 他帶著他醫生證明 靠支氣管的過敏 容易咳嗽 這可是個案 我們會在教育我們的幹部 怎麼樣去不偏不不婆 這樣比較恰當 因為我們了解 在我們防疫當下 大家都是要出非黨警備的去防犯 但是像這種情形 我們也要去做一些細部的一個了解 不能這樣子叫他回去 那所以說 針對這種情形 那可不可以有個補救的措施 來讓他們可以優先的再來入伍 他們等很久了 要當兵呢 陳局長 你們在軍醫局方面 是怎麼處理這件事情 報告委員 那目前呢 抑證署有規定要21天在 就是說在家裡 或者在台灣 21天他是自主健康管理 OK了 然後他們會送到我們營區來 那我們營區會再次的做身體檢查 那當然如果委員講了這個特殊的問題 我們會特別去處理 這個案子已經有跟我們官方不澄清過了 所以我請你們先去了解清楚 讓他能夠優先入伍 因為扶完兵役他們才能夠找工作嘛 好不好 對 我們下次就來辦 好 謝謝 好 謝謝 好 謝謝 立委員 剛才立委員提的味覺滿奇怪的 這個入伍的新訓士兵 一定是檢查 確認有問題才會退訓 怎麼可能可良甚至加要回家 這有點誇張 好 接下來請問一小文委員 主席網友請嚴部長 請部長就被巡台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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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副長好 副長好 我們來解析剛才那個問題 剛剛我們那個口罩 目前 衛部願意給我們四萬個口罩 可是我們有十八萬九千的軍 軍官士兵 那我想請問一下 這個四萬個是你的要求 還是他們給你的這個數字 四萬個 各位委員報告 這四萬七千五百位 他是屬於我們國軍的防疫人員 所有的防疫人員 第一個就是在密閉空間 戰勤 職勤 還有艦艇 海軍艦艇 那都是每個人每天有一片 是的 那第二類就是在大門口 各營區大門口 衛哨 量測 體溫 那些人員是第二類 那第三類就是我們各部隊的這些 醫務所 衛生所 這些一群人員 這第三類 那第四類就是新兵 那這些總共是四千七百五 其他以外的 都透過現在 防疫指揮中心的指導 所以這四萬個是多家的 原來我們有七千個 我們主動供應他 他們不用花錢買 國軍主動供應他 總共是四萬七千五百個人 其他是自主健康管理 好 其他事實 好 那我現在就去問下一個問題 我們M1A2的這個號稱 是地表上最強的戰車 那我國呢 現有的戰車呢 已經是服役超過了二十年了 那老舊當然是有台灣的必要 那我也非常贊成 那我們買到新戰車 當然是對陸軍是一大鼓舞啦 這四七的鼓舞是很重要的 那我想請問 我們必須在三年之內 要找到三百二十四位的這種優秀人才去培訓 那我們可以做得到嗎 委員陸軍現在已經開始在做掀起準備了 我請陸軍參謀長給您做個報告 委員好 陸軍參謀長報告 剛才委員所提到的這個人員培訓 我們先培訓我們的師資總能 目前我們跟美方協調的部分先培訓八十四位 那針對這八十四位 我們先擴大選員 選了一百六十八位 那除了這一百六十八位 我們透過宇文班隊來給他培訓之外 那之前我們有培訓的到美國軍校 受訓的這些軍事官 現在掌握屬於裝甲跟圍保的人員有七十二位 所以對這個我們這個總能是沒有問題的 人員已經備齊了 那我想請問一下 新型戰車的軍事士兵和士官們 對這種了解多少 因為我們要培訓嘛 對不對 那這種是新規格 新車是非常新規格 跟我們原來的戰車的差異非常的大 那要培訓這些人員呢 他們的學士基礎一定要夠嘛 對不對 那例如我們這個新型戰車裡面 什麼燃氣啊 燃氣渦輪啊 還有計算機科學啦 還有系統 還有聲控的原理 這些他們都可以達到我們要求的目標嗎 我們陪出去的 送出去的人員 都可以 都可以 好 那我再請問一下齁 因為我時間很快 請問能問裝甲兵的邊線比是多少 那可可有公布一下 現在目前我們主戰的兵力 裝甲部隊主戰兵力 平均我們以這個現在成立的這個聯合兵總贏的 是86.7% 那是整個total嘛 對不對 整個total 那我們戰鬥聯呢 戰鬥聯的邊線比是多少 根據統計的是低於80是不是 沒有80以上 戰鬥聯 戰鬥聯 80以上 這 是有80以上嗎 有 因為我看到你們的報告好像是 好 那就算80以上好了 那至於有些主要戰器 只要的那個機器 我們是缺少人力去操控嘛 對不對 那我們現在 現在有一個新的機器又要進來了 那我們的人員夠 我們人員OK嗎 OK 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 我想請問一下 我們的那個 現在人口出生少子化了 將來會不會有問題啊 我們現在人口越來越少啊 從我們之前的80年代的30萬 大概20萬到現在最近只有十幾萬 那我們將來的人員的這個 這個邊線 這個募兵啊 是不是會產生困難 委員好 我是人事參謀次長李英中 跟委員報告 其實我們很早就在注意少子化這個問題了 所以我們跟議政署未來十年可徵的冰原 我們會做一個統計 另外 我們今年招募的目標是以90%為基準 那以90%為基準之後 往後我們未來就是用90%這個基準 退捕平衡的狀況之下 來我們到時候我們以退損的常數來講的話 以後每年就是會下修 就會到一萬二到一萬五左右 那我想請問一下我們2017年我們的報告裡面 我們的三個連裡面 三個連裡面有九個牌長的空缺 三個裡面有九個牌長的空缺 那我們的邊線比裡面只達到54% 其中最嚴重的還是陸軍的官兵力 不到一半差不多是一半啦 只達到一半啦 這種情形有改善嗎 跟委員報告這是106年的這個統計數據 但是在政府跟大院的大力支持之下 我們現在軍官的邊線比已經達到84%了 目前軍官是84 再下一張 那如果已經改善的話那我想請問一下 那我們的裝甲兵為什麼最後還開放招索女性 當然招索女性是很好啊 因為我也是女性啊 我還是女性經過不讓虛美 我也是贊成開放招索女性 可是請問一下我們如果改善的話 最後還是為什麼還招索女性 現在裝甲兵的戰車連長有女生啊 排長都有女生 對啊 所以我剛才講啦 我非常贊成啊 因為我本身也是女性啊 而且呢 女性不見得會比男性差 就像我自己也開卡車啊 我的公司司機不夠化還是開卡車的 所以我想說女性的當然是很好啦 但是我們想說 男女在一起我想請問一下 那個戰車裡面是一個很小的密閉空間 那一個男 全都是女性嗎 還是有男性跟女性在一起啊 他們有可能是 這一個車有四個人 這四個人裡面 有可能有女生 那空間狹小 這樣合適嗎 好這個我們當然會兩性的平權 其他這些相關的要求 我們會持續來注意 那部長有把握可以做的 有把握做好 有把握做好 很好 好非常謝謝我們瘟疫曉文委員 好 那請我們部長跟各位 謝謝委員 好 好接下來請陳柏惟 陳委員 邀請部長 好謝謝部長 陳柏惟好 部長你好時間比較短齁 我大概今天分兩個部分 那第一個呢第一部分的話 我們先談一下口罩的事情 我們說內部安全靠醫護 那外部安全靠國防 但是我們也知道 現有編制的18萬8千人軍職人員 目前每日配發的口罩數量是 4萬7千5百多片 像剛剛講的一樣 那我認為齁 這個口罩的部分啊 是不是可以跟中安部會來協調 那個讓我們軍職人員可以 每日每天每人都有一片 來溝通看看好不好 這個窮不能窮國防 而且事實上我們這個 口罩的產量已經相對其他國家來講 還不錯 而且我們知道包含這個 美國海軍羅斯福號等等的群聚感染 對軍情影響 軍心影響都蠻嚴重的 是不是可以跟中安部會來溝通看看 對我們會持續協調 有遇到困難嗎 目前是4萬7千5 是已經過波了 就這些4類的防員員為主 必須優先先滿足他們 除了中安部會會提供給我們之外 在我們的運送配送過程 以及這個各個單位的屬性都不同 所以呢我們接收到幾個陳情 包含說 要有任務再生才會配發口罩 其他時間自己想辦法 或者是要陸軍官兵下載APP 電話驗證會不會操作 那驗證不過還會懲處 那甚至有外島海巡的單位 他們說這個 他們拿到的口罩 有發霉斑點跟意味的問題 我想我沒有必要去捏造這些事情 我們就澄情的事實 就來跟不想陳述 那我要講的事情 口罩不只是數量的問題 還有它的配送跟管理 我想這些都相當重要 甚至會不會有單位是拿到新的 然後出舊的貨給人家 我想這些應該可以交代管理 可以吧 謝謝委員指導 我們會針對高官委員所指導的配送 還有管理跟品質 這些我們都來做一個通盤的檢討 或是怎麼樣再做經濟 好謝謝拜託 讓這個軍人在前線有一個比較安心的後勤 那第二個部分 我們想要檢討一下這個國軍邊線比的計算 其實事實上這件事情 我們跟國防部的這個單位來回了幾次公文 但是我並沒有得到我 不要說滿意的回覆 但是我沒有得到我能夠理解的回覆 所以這件事情想要特別跟部長講一下的原因是 現在國軍邊線比前一陣子 被這個外國外媒披露 有一位黃伯昌先生 在外交政策的雜誌上面刊登說 我們的 我們有一位匿名受訪的陸軍現役軍官指出 實際作戰部隊邊線比只有六到八成 雖然看起來有點誇張喔 不過跟上訴 我們這個 現在的野戰部隊 以及陸軍外島步兵部隊 和反甲部隊的邊線比 大概都在八成甚至比八成還要低 那這樣子被揭露之後呢 我們就希望說 誒說不定他說的是假的 我們來跟國安部要一下資料 國安部跟我講說 我們都有按照規定來 可是其實我當時要的內容不是這樣 那我想 部長我們先口頭答應一件事情 就是如果是機密的事情 我們不能知道的 跟我說不能知道 那如果我們問的不夠具體 跟我們說問的不夠具體 在我們沒有進到諮詢台之前的公文 網返啊或者是問答 可不可以就是 讓我能夠具體一點的獲得 我們想要的資訊 我想我應該不會提出 無理的書面請求 好不好 謝謝委員 好 那我舉一個例子喔 比如說我們現在看起來 是八成編制的部隊 可是呢 我有50台戰車 但是我的操作員只有38個 那其實實際上它的戰力比 是比所謂的邊線比八成還要低 那我無意去猜測 人員是在軍官 或者是在行政人員 或者是在後勤人員 能不能上部隊的這個所謂 不一定能上戰場的人力 我無意去猜測它的數字是 配比是怎樣 可是比較現實的問題是說 那會不會我們實際上的戰力 比我們評估的還要低 會不會滿邊的單位 實際上不一定是前線的單位 也就是說我們在戰力評估的時候 我們在做這件事情的時候 它可能會有 坦白講就是 會有碰轟的情況 所以 想請問一下 這個 今年的邊線比 我們目前數字是86.5%是嗎 跟委員報告 剛剛講86.5%是整個現在國軍的邊線比的狀況 對 那我剛剛舉了幾個例子 所以呢 我們未來 包含陸軍部 機部部隊 砲兵部隊 莊奇部隊 呃 外島步兵部隊 以及反甲部隊等 第一類戰鬥部隊 甚至聯兵營軍總協同單位的所需人員 這些邊線比偏低的 低於平均的 我們未來打算如何招募與改善 對 報告委員 呃 86.5%它是一個平均值 是 當然委員剛剛所提到的 就實際面來看 會有一些高高低低 因為各部隊分駐在北東南東外島 是 每個地方招募的條件都不一樣的 所以他招募的一些 呃 後續的反應的一些成果當然是不同的 啊 會有一些高高低低 但就國軍呃 維持我們的基本戰力 啊 來講 我們一定要把呃 重要的關鍵的 比如說剛剛講的戰車 他四個人才能開一輛戰車 再給他滿足 對 那我們的空軍 天上飛的 在海上走的 這些船艦 這些高戰備的一些戰力要先滿足 所以我們現在就採取這些措施 好 那其他不足是屬於次要 好 會把影響減到最小 尤其是戰力的影響 好 國防部當時回覽表示說 依兵役法第三條規定 年滿18歲之後 喔 這個 18歲到36歲來做判斷 可是實際上喔 我們包含 國際的標準是四年為區間 好 然後或者是18到 32歲 18到26歲 這是日本的標準 所以我們會覺得說這樣子的 年紀的設定 以及可募兵員的 可募兵員的數字 我們希望可以獲得 一個比較明確的回覆 那現在的狀況 你們的回覆是 回我一個兵役法第三條 那這個我就自己查就好了 好 沒問題 拜託 上委員報告 這沒有問題 我們每年都跟內政務一政署 會提供我們這個 戶籍資料 他這個年滿19歲 可以來徵集的數據 那我這邊就有 待會馬上提供給你 第三題非常重要 但是實際上 我們要有兩次 要到的一樣的答案 所以我們希望說可以 我再提一次 他希望可以書面回覆 還有時間的關係 會話馬上會提供委員 拜託了 謝謝 謝謝我們陳柏惟 陳柏惟 我想陳柏惟雄 他是外交官委員的委員 我們 官部有義務回答 好 麻煩你 好 接下來請陳怡惟 陳委員 好 謝謝主席 我們是不是請嚴部長 請部長就被尋台 陳委員好 部長早安 我想請問一下 根據我們的全民防衛動員準備法 我們的這個動員 如何的區分 如何區分動員的準備階段 跟動員的實施階段 我們全民動員主要是 跟地方的總統會報來接合來運作 好 那在準備階段 就相關的這些民力物力的徵用 他必須要完成一些調查 完成支援我們全民防衛的一些 一些支援 那在實施階段 我們每一年二十二個縣市 大概有一半 有一半現在要實平實坐 來做一些全民動員的一些演練 包含病気推演 跟實坐的演練 部長 答案不甚正確 基本上你剛剛所說的這個 二十二縣市來做這個 還是屬於動員的準備階段 這叫做平時實施動員的準備時期 根據全民防衛動員準備法第二條 第二項動員的實施階段 是必須要是戰事發生 或將發生或緊急危難 使總統依憲法發佈緊急命令 實施全國動員或局部動員的時期 所以剛剛您所說的這個階段 還是屬於準備階段 還不叫動員階段 所以這地方很清楚 要開始進行動員的實施 他必須要總統經由緊急命令的發佈 那經由總統緊急命令 所以現在在動員準備的階段的情況之下 我再跟您請教 動員的準備有兩種 您知道哪兩種 您所說的 維恩好 我是全民防衛動員市主任 好 動員的準備有一個是人力動員 一個是物力動員 好 對不起 也不甚正確 根據全民防衛動員準備法第五條 下一張 對不起 全民動員的防衛準備有分為行政動員 有分為軍事動員 行政動員由中央各機關跟直轄市政府負責執行 軍事動員就由國防部負責執行 中央各機關配合辦理 這個是國防部之所屬職責 那我現在要問的就是說 回到上一張 今天我們可以看到 由於全球疫情 我們可以看到就是說各國 都已經開始來進行一些封城 或辦封城 或者說是禁止人民移動 或限制人民移動的一些相關動作 所以你看到 不管是法國 不管是義大利 不管是美國 甚至英國 國軍都已經在這個進行所謂的這種部署了 我這邊要請問的就是說 國防部這一邊 在這個部署上面有沒有做超前的部署 各位委員報告 實際上當前的防疫的工作 我們支援這個中央疫情防疫中心 依據傳染民防治法第17條的規範 我們所做的就是口罩的增產 還有化學病的消毒 包含我們收容中心的開設 都依據中央的指導來做的 然後我們自己本身的防疫的工作 也包含了整個防疫的指導來做的 現在的重點是在於一旦疫情擴大 我現在要指的就是說 下個禮拜 下個禮拜 新北市政府 他們就要針對 可能的 萬一 肺炎狀況擴大 萬一的封城 萬一的禁足 要進行兵棋推演 部長你認為這樣子的一個超前部署的防範 在地方政府來說 適不適當 這個 依法 就是傳染民防治法是7條 這是由中央主導 國軍國防部絕對有人力 我們也全力的配合 好 部長 我這邊就要問了 這樣的一個兵推 事實上就是超前部署的一個做法 那國防部你們針對這個兵推 可有派人參加 我們如果接到通知 我們會做一些評估 什麼意思 目前還沒有接到通知 你的意思是說 如果新北市政府 針對這個兵棋推演 跟你們做通知 你們就會評估要不要參加 是不是這樣子 我想這個可能要透過 重要疫情指揮中心 部長我必須要告訴你 剛才所講的就是說 軍事動員準備 是你們要負責執行 各機關是配合你們辦理 你今天倒過來了 你今天倒過來 你今天依法是要你負責執行 要你負責規劃 這些部署是應該你提出來 不是地方政府告訴你 他們如果有通知我們相關的議題 我想我們之前有化學兵器支援的一個相關的配合 對動跟主動是完全不一樣的 今天看到各部隊都出來了 我今天就問你們有沒有兵推 規劃萬一擴大封城 擴大禁竹 這種萬一的狀況出現的時候 國防部有沒有做好部署的準備 有沒有做好兵推的準備 現在是地方政府他都要兵推了 而現在國防部還說 如果沒找我就不參加 沒有說不參加 因為我們現在還沒有相關的資訊 其實我就是要提供告訴您 第一個如果他們邀請你們 其實不要說等到他們邀請你們 你們都應該要自己本身 要做這個規劃跟部署邀請他們來參加 甚至是說他們知道有這個部署 你們就應該要主動派兵力去 這個相關的人去參加 目前都還不曉得說地方上面的國軍單位會不會參加 中央層級更是沒有人 我們會透過新北的後備指揮部 就跟市長那邊辦公室聯繫協調 然後他們要準備怎麼做 然後我們做什麼樣的配合 那我在想就是說國防部這一邊 針對這個事情 我必須要提醒你們就是說 這個再過來的狀況不是只是新北 台北然後各縣市 其實在按照全民防衛動員準備法 是國防部應該要initiate這個做法的 所以說不要等到地方分證我們 我們會完全準備 好那我最後一分鐘一個問題 再過來今年你們剛剛說五千新兵 今年要入營 我就是問一個東西 這個口罩到底夠不夠用 因為我現在剛剛聽到你們講 我也不要這個問很長的時間 直接給您建議 剛才您說屬於自我健康管理的部分的口罩 可以幫忙他們來 來這個說 因為他們現在行動不自由嘛 當兵在這個裡面 所以有沒有可能你們在這個部隊裡面 能夠統一的統一的來處理 統一的收他們的健保卡 幫他們來跟這個疾病管理中心來直接配發 然後這樣子的話他們就可以 按照他們的配合拿到該有的數量 可不可以這樣做 我們現在已經這樣做了 已經這樣做 統一收起來 主動服務的一個精神 也就是說收他們的健保卡 然後之後幫他們去頂去 來滿足單位 他們要登記需求量多少多少 我們就去買 各營區為單位 已經統一來做一下 因為我剛剛在你的執行上面 有聽這麼清楚 如果能夠這樣做的話 那是最好的 主動服務 好 好 謝謝陳怡靜 陳委員 部長相關閻請回 接下來請馬文君馬委員 謝謝主席 麻煩請部長 請部長就被勳台 馬委員好 部長好 部長我們口罩配發給國軍有增加是不是 有增加 增加三萬 呃 現在總共是四萬七千五 四萬七千五 增加三萬 增加三萬 那增加給哪些人 呃 室內的防疫人員 總共是一百四十五萬片 還是室內 就原來的那室內 室內的防疫人員 所以原來的那室內 本來就有了嘛 那時候為什麼是一萬七 他是三天一片 原來是有是量是三天一片 那現在是一天一片 啊還是這四類人 還是四類防疫的人員 以他們為主 副總我想請教一下 蔡總統九日到左營基地 主持歡迎海軍 東牧遠航訓練支隊的反國儀式 還有去釋導陸軍炮兵第四三 指揮部炮一營 戰備操演的時候 在這個時間內 除了蔡總統 還有我們所有的大官們 包括國安會的李秘書長 還有部長 還有參謀總長 還有海軍司令 陸軍司令 我想請教一下 現場除了這些大官以外 包括總統 還有現場的官士兵 有沒有全程戴口罩 都有戴口罩 他們口罩哪裡來的 除了剛剛跟委員報告 這四類的防疫人員 其他都是自主健康管理 自主健康管理 原則上是自備 但是單位 那是自備的嗎 東牧遠航訓練支隊 他們什麼時候自備的 但是東牧是我們四類裡面之一 所以那個艦體上 他們上去自備 什麼時候自備的 這個部分好像 跟我們原來問到的答案是不一樣的 這是軍醫局 衛採供應中心提供的 還是自備的 那艦體上面所有的這些官司兵 都一天一片 我們主動提供 那其他這些他們都是自備的 以外的 艦體那回來之前 他們根本不在我們國內 所以其實這些提供的 也是有提供三萬多 給他們帶出去 出航錢 出航錢就撥給他們 所以他們回來都有的在帶 都有都有 所以他們重不重要 當然重要 艦艇 非常重要對不對 那其他除了他們以外 沒有在艦艇上工作的嗎 我們的軍事官兵 沒有在這樣的環境工作的嗎 今天為什麼只有去市島的時候 需要戴口罩 因為部長你回答的時候 你是說大家保持安全距離 然後大家都有做這樣的動作 為什麼這些官員們 包括總統去市島的時候 全體要戴口罩 海軍的艦艇兵是 剛剛跟您報告 市內的人質疑 他們海軍艦艇兵所有人 都有主動 發給他們的口罩 為什麼我們不能幫他準備 這是我們準備的 這是在剛剛 其他的呢 我們還有其他十幾萬的軍事官兵呢 為什麼不能幫他準備 而且我們還是要幫他買 今天我們政府不應該照顧這些我們的軍事官兵嗎 這個十幾萬片有這麼困難嗎 我們現在要大費周章的去幫他買 今天有些有戰備 他根本沒有辦法自己準備 今天你去APP 你所有的資訊 各資全部都有問題 這個很多人都有疑慮的 結果我們居然選擇這樣做 醫護人員的概念為什麼我們要幫他準備 因為讓他無後顧之憂嘛 今天我們的軍事官兵 為什麼我們國家要幫他準備 因為他在幫我們守江衛土嘛 你讓他無後顧之憂 你才可以好好的有安全的這些考量嘛 居然到現在大家還在討論這個 這不是十六萬八千人都應該要嗎 今天如果一個驢兩個驢 大家已經感染了 你要不要打 你要不要打仗 這個這麼簡單 這個有那麼困難嗎 我們都可以送人了 這個需要政府一部分一部分 好像施者一樣配給我們 我很難理解 接下來我想請教一下 我們的口罩外交 因為大家一直在關心口罩 很多人還在排隊 我們的口罩外交這個也是不得不的 然後我們政府對外也宣傳得非常好 對內也宣傳得很好 好像全世界很多國家對我們都非常的認同 這個我們承認 我們也認同也非常支持 這一次我們台灣在整體的防疫上面真的做得很好 也是大家共同學習的一個方向 然後我們這些口罩外交也是不得不的做法 可是當我們口罩外交在做的時候 我們對內的軍事行為呢 今天才看到有媒體爆出來 說我們的公衫有發射 這可能是我們的一點作為 可是我們看一下包括美國 包括中國兩個大國 他們一直在測試對方的底線 像美國一直在釋放訊息 雖然他的航母都沒有戰力了 因為他全部染疫 我們本來一直講口罩 就是避免發生這樣類似的狀況 我們應該要自救 因為現在我們依靠的這些國家 包括之前有些船艦 法國的船艦 澳洲的船艦 還包括日本 他們現在的疫情都非常嚴重 他們自顧不暇 沒有人會開船來了啦 美國自己也是 雖然他還是有伯克級的 雖然他還是有偵察機過來 可是大家彼此在釋放軍事訊息 中國也是 遼寧艦他不是經過台灣海峽而已 他等於繞了我們台灣一週了 這過去沒有的 大家都在測試 在大國博弈之間 我們自己到底做了什麼 部長今天不是只有安撫我們全體國人說 沒有問題我們前天真我們都做得很好 我們都可以掌握怎麼掌握 今天如果要靠自己 你連自己的國軍弟兄 都沒有辦法分配口罩 他都有可能發生危險的情況之下 你到底做了什麼準備 我們從三戰現在變成五戰 我們不是只有心理戰耶 不是只有安撫 所以我在這裡我想請教一下 我們一直在質疑 如果 我也曾經問過國安局局長 如果中國 早於其他世界各國先醒來以後 我們會面臨什麼樣的狀況 我們的地緣政治會有什麼樣的改變 我們周邊的安全 是不是會受到影響 中共的做法顯然是把它內海化 他要把它營造成內戰化 有沒有這樣的可能 當然委員說的 我們到底做了什麼樣的準備 我們一直沒有鬆懈戰備 這個跟委員做不好 我相信國防部沒有鬆懈戰備 可是你在口罩的準備上面 是不是讓疫情戰備 我們有44萬片的戰備存量 部長 戰備存量是在發生緊急狀況的時候要用的 你現在如果中央疫情指揮中心 我們是有足夠量的生產 你不應該把那個拿出來用 你應該很明確的讓他知道 我們現在面臨的是什麼樣的狀況 因為他們可能太輕忽了 不要誤判 這是我們想要提出來的 不要誤判 今天我提出來的兩個問題 一個 如果中國早於其他國家先醒過來 他們都恢復了 我們要怎麼樣去應對 或者我們會面臨什麼樣的危險 第二個 如果今天的病原 不是起於中國武漢 因為現在包括劍橋 包括美國自己內部有人的研究報告 都提出這個病原可能發生的地方是美國 如果連這個病原的起因都是美國的話 這個會引起全世界的整體都會有改變 它也會影響我們所有全球各國還有大家整體的一個安全的考量 這些部分我們到底有應對了嗎 我想除了外交大肆宣揚說我們多好以外 我們更希望我們在軍事的作為上面 我們國防部一定要有一定的作為 口罩先把它爭取下來 如果連這個都沒有 我們很難相信 我們做了什麼樣的準備 而且不要讓政府輕忽 連他們自己去視察 現在連基隆的夜市 或者我們的果菜市場 你去郵局 到現場的每一位 你們都知道自己要戴口罩 憑什麼讓我們的國軍軍事官兵 讓他們暴露在危險之下 讓他們還要有保家衛國的決心 謝謝 謝謝委員指教 來部長跟相關請回 好接下來請我們江啟臣江主席 好謝謝 請主席邀請部長 請部長就備訓態 江主席好 那個部長好 我請教一下 這個美軍四艘航空母艦 他發生這個艦上官兵有感染 新冠肺炎 我們的艦上官兵目前都OK吧 都沒有 我們都沒有問題 我們都沒有零確診 那萬一發生的話 我們有什麼樣子的處置方案嗎 海軍 不管是海軍 或我們三軍 都有一個應酬程序 因為主要是 海軍他是因為他艦上人容納的官兵 戰績還多 是 當事人馬上就是用救護隊的職員機會 帶回來我們的醫院 那其他的有接觸的在 如果在海上 那艦上馬上就要做隔離 然後盡快讓他靠港 靠港之後就在岸上 做隔離官 所以靠港之後 下船在岸上做隔離 我們會盡量讓他在海上隔離完 第一階段 第二階段是靠港 那這個碼頭是專用碼頭 海軍都規劃好了 因為我們都知道 船艦上面空間幾乎啊 是 非常的狹小 是 而且幾乎是密閉 內部的空間是密閉 都有一些規劃 所以這個部分 請你們務必做好相關的準備 否則你看美國 十一艘現役的航空母艦有四艘 四艘 這四艘 不管羅斯福 雷根、卡爾文森 或者是尼米茲 幾乎都在亞太地區的 所以這個是 接下來我要問的 就是說 最近亞太地區 特別是台海附近 真的特別的熱鬧 你們有沒有觀察到 這兩個月 對 二月三月 甚至到四月 你們的觀察是怎麼樣 陳文委員說的 對我當前的區域情勢來看 它的確是一個熱點 尤其是 這個前幾天 大陸的官媒環球時報 又講了一句話 說 誤謂言之不欲啊 然後大家 大家認為說 這是外交辭令沒有錯 可是向來 這個外交辭令 當中共用這個外交辭令的時候 然後 似乎在過去都是說 它要訴諸軍事手段 有沒有 不管是 六二年的 對印度的警告 六七年 對蘇聯的警告 還有一九七八年 對越南的警告 所以它在這一次發完之後啊 它 當天又派出了轟六 還有空警的預警機 殲11等等 所以其實 這個讓我們 對於目前台海的狀況 沒有那麼的樂觀 而且非常不平靜 那這是今天 那個前副總統 呂秀蓮的投書 他說這次的狼來了 不是預言 你同意嗎 這是今天 前副總統呂秀蓮的投書 那當然 他在投書裡面 也把目前兩三個月的 過去這兩個月 兩個多月以來 台海的動態整理了一下 真的是蠻多的 我自己也有整理啦 我列給大家看 在兩個月啊 二月跟三月當中啊 大概有十三 超過十三期的軍事活動 這十三期的軍事活動 有很多不同的樣態 有艦隊的 有航母的 有飛機的 有演訓的 有經過的 有路過的 然後 它的活動地區都不外乎在台海附近 或跟台海有關 國防部你們應該 對這些訊息很有掌握吧 都有 甚至掌握比這個更多嘛 都有 這都是媒體爆出來的 是的 所以如果媒體爆出來是這樣 那實際狀況那更不得了啊 兩個月 十幾期的軍事活動 而且這個都是 真槍實彈啦 只是沒有發射而已 它絕對都是負載武器的 甚至有些是在邊緣 就是過台海中線也好 防空識別區也好 擦邊球也好 或者派出偵察機也好 其實這都是在軍事活動上面 相對挑釁的啦 或者相對具有某種程度一種 感覺上好像要打架之前的準備 好 那我請教部長 請問全世界現在全球各地區 有哪一個區域的軍事活動 像我們這個地區這麼的密集 我想我們在這個地區的 區域的軍事活動 的確是比較嚴重 幾乎現在喔 與現在全世界 最重要的是新冠疫情嘛 對不對 可是在台海地區呈現出來 卻是軍事活動耶 最熱絡耶 這個熱絡搭配的疫情的話 我覺得是對我們來講是腹背受敵啊 你一方面要防疫 二方面要怎麼樣 要防衛 所以這是相當辛苦的事情我知道 但是我們的判斷啊 還有政府的因應啊 可能沒有辦法只靠國防部 因為這個絕對是 不是只有國防作為或者軍事作為 這搭配到很多上面 政治上面的態度語言等等的 所以作為國防部 當然您負責的是 軍事防衛上面的工作 但是 以目前這個現況看起來 你認不認為 某種程度上 已經進入一種文攻武嚇的階段 當然 成如主席所剛剛列出來的 我們這個區域情勢的掌握 可能比這個還要多 的確我們現在的感覺就是 雙方 陸美雙方在這個區域的平視都增加 對 增加很多 互相繳勁互相對峙齊齊齊齊 你如果跟一年前兩年前甚至三年前 都增加 增加太多了 增加是 而且這個都是在紅線附近 排懷也好 試探也好 或者所謂的壓力測試 對不對 那個壓力測試的意味太明顯了 可是部長 這樣子的壓力測試 你擔不擔心插槍走火 當然 不能插槍走火 我想我們 不挑釁 當然不確定 在國防安全上 不挑釁不確定 我們國軍做的 國軍做的就是 不鬆懈我們的戰備 他文攻武嚇 我想一直以來都是這樣子的 一直以來都是這樣子的 所以我們在戰備準備上 就是物事提不來 事物有以待 我們做最壞的打算 最壞的打算是什麼 最壞的打算就是 把各種可能 發生的情況 我們都有過一些推演 然後我們繼續去對 你們推演的最壞最壞 Wars the wars是什麼 這個我想 Wars the wars可能是開戰吧 當然最壞的打算就是 剛剛 陳如委員說的 各項的風險都有 那我們該怎麼去因應 都有一些準備 都有準備 是 但是你們的預判 目前這個時期 這一個時期當中 發生這樣的可能性 有沒有比以前高 當然 就軍事的角度來看 主要是以徵後為主 雙方的一個戰略的意圖 來一問看 不好意思 江蕙議員 最後一個問題 我這樣問好了 如果 中共要武力犯台 最先的徵兆會是什麼 因為這個目前都 還不是 看得出來很明顯的這個徵兆 是武力犯台 也武力犯台的條件 他的徵兆會是什麼 比如說 有人提到說 切斷小山東 或者切斷 斷 斷兩岸的直行 或者 當然切斷光光交流 這本來就已經都切斷了 那還有當然 他軍事部署的調動 這個有沒有什麼是具體的徵兆 是我們研判說 他準備要武力犯台 剛剛主席所講的 這個都在徵兆裡面 都在徵兆裡面 對 他真的如果採取武力犯台 會有這些相關的一些徵兆 我們透過清先針都會去掌握 那其中最明顯的會是什麼 如果說我們要去判斷的話 要讓全民有警覺的話 我想最簡單就是部隊集結 部隊的集結 部隊的集結 部隊的集結是可以看出來 這是你們 但是這個是你們看得出來 一般我們老百姓看不出來 我們會掌握 好 我想還是要提醒 因為 在這個疫情的當下 我們是全力在做防疫 但是國際的情勢 似乎不是我們所想像 這麼的單純 從這些活動看來 真的 台海的情勢 不能拿過去這一兩年來比 所以我看到今天這個前副總統 李秀仁寫的這一篇投書 我倒覺得值得大家 好好去思考 而且政府的任何因應作為都務必要謹慎 我再強調這不是只有國安部的事情 整個國安團隊必須要對這件事情慎重看待 好非常謝謝我們江啟臣江委員 邀請部長 照我們江委員的意見再參考 好 接下來我們請何志偉何委員 謝謝主席 然後我們有請我們請主席這個邀請部長 謝謝 來請部長就備訓台 謝謝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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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謝謝主席 是一艘的這個戰鬥艦 一艘的支援艦 共共六台 那在13號的時候 美國說他們出現在這個巴士海峽 那他在美國首望也說 疑似也有偵測到一些,在水下的兵力 那看起來的確就是從台灣附近的海域 一路到菲律賓的海域 包含日本他們在這個飛機也不斷的起起落落 在馬時間軸再拉長 到一個禮拜兩個禮拜三個禮拜 的确就如同刚刚多位委员在讲的是热闹的 那中国方他们的这个解放军是回应说 近日他有航经这个宫古海峡巴士海峡 一路到南海有关区域展开相关的训练 都是年度计划例行的安排 来了就是各国都有相对应的警示认为不寻常 那中国对外讲 中国只要每次很生气的时候 那表示一切都还很正常 但是当他说一切都很正常的时候表示不正常 所以就专业面来讲 他们到底要干嘛 他们到底要做什么 他们在释放哪些消息跟讯息 可不可以救教部长 跟委员报告 第一个当然就是在这个国际疫情非常严峻的时刻 他做这个动作 做这个军事的活动 第一个就是当前他不受疫情的影响 他没有军事一个空窗期 他照样的做一些他所谓的连路的计划训练 第二个就是他在这个地区 他还是要做他所谓的军改之后的一些军事训练 他的强度不断的提升 当然就是要恫恶 威胁我们 那第三个当然跟美方 然后陆美双方的一些 在这个地区的一个竞争 一个角落他要展现 所以我想这以上 大概就这几个战略的含义跟委员做报告 那很好奇的是说我们对他的行踪是否有完全完全全的掌握 因为我看我们的数据是并没有包含到水下的兵力 那这一块我们是否有相对精准的掌握呢 有报告委员 实际上辽宁号从他母港离开出来 整个的一个航行我们都有掌握 包含他的兵力 那该能够表达的我们都有表达了 包含跟日本防卫省他们所 从和母疗部所发布的一些讯事 我们都有在掌握 一直到现在我们都全程在掌握他的行动 那水下兵力是否可以揭露还是不能揭露的状况 会会跟委员都说 好我了解谢谢 那我的认知应该是有啦 应该是有因为美国这边也说了 来了那其他的部分 针对我们那个身心障碍者权力公约施行法 里面会牵涉到所谓的人事的禁用 还有行政人力的调查 部长在这方面我们其实已经拖了三五年了 那请教一下我们国防部以外 还有像是一些外包等等的一些人力上面 现在法还没有完全到位之前 我们的座位是否有到位 各位委员我想请资源市市长 我们就会说你 报员我们现在国防部还有33项 没关系我知道这个处需我们都有统计了 我只是说我们对于身心障碍者他们的禁用或者是约聘等等的 因为我们其实可能还会发包出去一些工作嘛 那是否有等同公平好好的对待 有有我们都是按规定禁用比例都有 按规定而已吗 还是超过规定好好做 超过 超过 按规定而且一定因为他规定就是要超过这个标准 那你们欠外界一个解释啦 因为毕竟我们都知道 其实有时候有一些委员会提案等等的 你们为什么会拖这么久是因为考虑到立法修法 还有整个调整条文 他的成本吗 希望一次性的解决还是怎么样呢 为什么会拖这么久 我只是想要问一下为什么要拖这么久 事实上绝大多数都已经完成了 我们还有33条没有处理嘛 对那有四项是法律案 只剩四项法律案全部都在今天会做处理 另外有一些法规命令层级的 他有会嫌发布的问题 所以大概这些的一个工作我们都有管制 尽速完成了 好 我们不能因为有些人的身体可能脚不方便 手不方便或眼睛如何 他们也许都还是有很好很好的才能等等的 请你们一定要公平的对待好不好 对我们迅速完成 是那接下来在这边我还蛮骄傲的 关于口罩的部分 我们这边不是只是骂国防部 而也是应该要一起共同解决问题啦 像是我们很多市场啊 摊贩啊 像中医师地方的基层诊所 我都有协助帮忙争取到口罩 那我们中央部会现在做的方式是 帮他们代购的方法 我们现在有没有这样的想法呢 而不是丢给他们让他们自己单独去做 我们各营区都配合APP的这些线上购 能够同步来规划来主动服务 不要再让他们单独去操作 假设说有 我们总共有十万人 十万人都花个一分钟在上面 那就十万分钟浪费掉了嘛 那应该集体的统计 集体的做 跟经济部这边作业即可吧 是不是 这样子是否应该要这样子做呢 我们现在目前这样做 目前就是这样做 好 那接下来就是说 我们统计出来 对不起再给我一分钟 我们统计出来要给国军 四万七千五百片 请问一下这是 以日为单位 以州为单位 还是以月为单位 每一天 每一天 四万七千五百片 因为我们有四千五百万个人 在防疫的工作 在第一线 所以我们每天就四万七千五百片 但是 这样子够吗 确定够吗 我们已经经过统计 就是 这四线 四类的第一线防疫人员 是够的 就一个人一天一片 一天一片 四万七千五 四万七千五百片 所以 你确定吗 因为外界一直在说 这样是不够的 是 那其他的 就四类以外的人员 那就是一个健康自主管理 包含安全距离 好 但是我希望 我希望应该要超前部署 好不好 那如果说他们 认为有需要的话 那应该就要给予 我们后续 依照状况再来 最后一个 最后一个很快速的问题 我们现在感觉到 口罩似乎是 国家关键 非常关键的一个 基础设计 基础的这个 equipment之一 有没有跟经济部 考论说 我们其实是 现在出去 帮忙制造 有没有希望能够 够得口罩的机具 国防部自己就可以生产 因为 有时候可能 未来还有毒气啊 我们像韩国 我的朋友 他们的阿兵哥 是需要经过毒气的那个 毒气房 然后弄到 那其实我觉得 在未来 呼吸性的攻击等等 这个也可以思考 我们有没有 国防部现在有没有 口罩生产的这个 目前没有这个机器 我想委员的指导 我们后续跟疫情指挥中心 都来做 那未来有没有想法呢 我在这边正是 我除了监督权 也有建议权 我的建议权是 我们发现呼吸性的 这种干扰 或者是病毒的 这种攻击等等的 其实是 很危险 很可怕 人不可能不呼吸 所以在这边是否 部长你认同我的想法吗 认同 我想请我们军备局 后续做一些规划 认同 我们政治中心 好 那我期待 要有一个顺便报告 这一块我们要赶快来做 好不好 是 谢谢 厉害辛苦 非常谢谢我们 何志伟 何委员部长 相关关系请回 那主席 先多个宣告一下 等一下我们李贵敏 李委员巡答 结束之后 我们先休息五分钟 好 接下来请李贵敏 李委员 主席我们麻烦请部长 好 请部长就被寻台 李委员好 部长早 我就直接切入主题 不浪费时间 那个刚才您在回答 邱委员的时候 您认为我们这个 十八万的国军呢 他的四万片 每天四万片 您刚提到四万片是足够的 但您也提到就是说 为什么四万片是足够的 您提到的一个人数呢 你说每一天啊 在第一线的人数有四千 四万七千五百 我的简单数学是啊 就是既然他们是在第一线 对不对 然后里面有四万七千五百 那那个七千五百人 不需要用吗 还是怎么样 跟我先说明 四万七千五百个人是 我们现在目前防疫工作 他在第一线 直接要执行 是 那我 部长我打个岔 我的简单数学是就是 四万七千五 减掉你的每天四万片 不是还差了一个七千五百 你刚前面讲说 这些人都是第一线 没有 每个人一天一片 他就是四万七千五百片 每一天 所谓媒体上面报道 四万片 他只是截取整数 他并不是 四万七千五 谢谢 谢谢 实际是四万七千五 好 那那个 部长我请教就是说 我原来在总质询的时候 有请教过院长 那那个时候呢 那个卫福部的次长回答的时候 他说 只要我们的需求 第一线的防疫的人员的需求 只要是有这个需要呢 他一定都会供应 可是我们在看到那个 呃 报道的时候啊 原来我们讲说 十八万国军啊 十八万国军 你刚刚前面提到的说 防疫第一线的人 只参与了四万七千五 所以十八万减掉 四万七千五 其他的人都跟 第一线的防疫无关 然后其他的人 有什么样 比如说他去资源啊 这些的 会可能碰到民众的 呃都没有 只有这个四万七千五百人 他是实际上面 可能会接触到民众的 是不是这样子 是 跟委员报道 这四万七千五 他是我们呃 第一线执行防疫工作的人 这个是绝对是百分之百 都要满足的 其实 部长我换个方式问啦 就是说 你十八万的国军啊 你现在是到四万片 现在就产生一个中间的沟通的问题 因为那天总咨询的时候 院长是讲说 只要是有需要 相关部门的需要的话 尤其是可能会牵涉到民众 碰触到民众的话 他都会优先 那我们看到实际上面来讲 从警察 从司法院 从国军 我们看到他都是第一线 他不是去做防疫执行工作啊 只是说他第一线会接触到老百姓 那这些的我们看到 他的口罩的补充呢 都是缺的 我只想请问部长 一个很简单的问题 除了第一线的防疫的人员 他可能接触到民众的这些的国军 是不是 没有口罩 我们现在目前国军 我们自己现存有198万 所以刚刚委员的关心 除了这个事 不存在 谢谢 你刚刚的意思就是说 因为你有库存 所以不存在 所以可以满足 他只要提出需求 那就好 那就好 对 我们会给他 我们要确认的就是这一点 我们到第二页的地方 他有需求我们给他 谢谢 我就是只要确认这一点就好了 我第二点要请问的是说 我们今天有看出来 这个陆军学 入军官校的呢 有阴性采出的部分 然后呢 讲说第二次采宴要等到今天下午 我想请问部长就是说 从采宴知道他已经是 他已经是有的 到今天下午中间的 第一个他需要这么长时间点的原因在哪里 第二个就是说 在这个时间点做了什么样的一个措施 那我要问请军医局局长跟你说你 委员你好 那采样的时间 他两次采检之间要隔24小时 所以他是医学上面是有这样规定 他有一个规定是24小时分别 然后某个医院或者哪一个检查机构 他这个检查时间也要算进去 所以会有点点 就是说我们想象有点晚一点点 好 那这个中间24小时之间 我们怎么样对他做一个隔离的这个情形 报文 当事人现在医院隔离 那学校有28位接触者 现在目前都在学校里面做一些隔离 一个人一间做隔离 然后也经过消毒 好谢谢 那我可不可以 容主席我不担握大家的时间 我把我的问题先让他们看一下 他会后再给我 就是我们现在这个外传有关于这个防疫的部分 他是不是提升 从台湾的角度是提升到这个 和声化作战的这个范围 然后还有就是说 对于这个国军将来再防疫 我们知道国军其实不应该只有去当这个劳工啦 那将来他可以扮演什么样更积极的一个角色 然后这个两岸之间的一个变局呢 在战备的整备上面呢 我们应该怎么样强化 再拜托再会后提供给本席 对会后提供委员 谢谢感谢 好非常谢谢我们李贵敏的位委员 来部长各位关心请回后 那主席宣告现在时间11点3分后 那我们就休息到11点8分 谢谢 谢谢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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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ürs感谢感谢感 celebrity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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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来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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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会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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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请 刚才 我想 我们有请 感谢观看 刚刚才 昨天 好 我们会 感谢观看 我们这次 M1A2 顶 我们会 現在有別的文在問的時候 你說演訓的時候你們用T次運輸嘛 對不對 一次運輸幾輛 一次我們是原則要以這一小單位一個牌是四輛的這個方式來做 那我想請教一下 我們什麼時候需要運M1A2的坦克 基地 下基地嘛 對不對 好我想問你一下 我們一次下基地 是多少單位下基地 一個營 一個營下基地嘛 對不對 我們是一個營下基地 那現在我們推動連兵營嘛 對不對 一個連兵營幾個連 戰車連 三個戰鬥連 其中有一個是依照屬性裝甲裡跟機部裡不一樣 所以一到兩個戰鬥連 一到兩個是坦克連嘛 對不對 好 問你一個連的坦克多少 它14輛 14輛 你要運幾次 我們就是要三次到四次 我們下基地在哪裡下基地啊 北側跟南側 我們的北側在哪裡 北側在虎一組 好 我問你未來配布在北部的單位 它不見得全在北側下基地 有可能到南部下基地 都有可能嘛 對不對 長官長 我講的沒錯吧 那我想請教一下 你這樣運要運幾天啊 你了解我講的意思了吧 是 你從北部地區的駐地 一次四海 再到南部 空車再開回來北部 再在第二梯次 我剛剛問你下一個基地是一個聯兵營下基地嘛對不對 是 至少一個連或兩個連一起下去嘛 一個連多少才坦克 14輛嘛 14輛 兩個連就28輛 是 你要發幾次啊 你搞兩個禮拜 你還沒辦法把部隊 光坦克 運到你要下基地的單位啊 是 包括我們規劃這邊部分 因為部署在北部 以北部的這個 對啊 那你也是一天一次吧 是 一天到兩次 我的意思說 你光下基地的前面的運輸作業 你也許就要花到一個禮拜啊 那你覺得 我們一個部隊在下基前 可以用一個禮拜的時間在慢慢的T4運輸 你所謂的這樣的貨法 我希望我們的陸軍就這個部分來仔細的思考 我剛剛講的這個問題 因為他跟我們一般的M60的坦克不一樣 我們過去的M60坦克是用民間運輸的方式直接處理嘛對不對 但因為M1A2的規格特殊 在這個狀況之下 我們就要用特殊的拖車跟板車來載 那國內目前是沒有的 這也是為什麼當時在購買108件的時候 美方其實給我們建議的拖車數量是超過6輛的嘛對不對 是 如果記得沒錯當時建議多少輛 他供售的品項的項量是16輛 對啊最差了10輛 所以我想請國防部陸軍在這部分想一下 因為他絕對不是在戰爭的時候用的啦 戰車的時候會用到拖車只有他故障要拖回去後送而已 否則在這個狀況之下只有在平常演訓會用的到 我如何能夠保證在我的演訓的過程當中 不要因為最後整個觀眾會問說 為什麼演訓遲到了 抱歉這個車子還在路上運 還沒到 還要幾天後 三天後才到 這是笑話 這是笑話 我請國陸軍在這邊為大家好的規劃想像 好謝謝我們的部長跟參謀長 謝謝 謝謝周圍 好接下來我們請蔡易宇委員 蔡易宇委員蔡易宇委員不在 好 那以登記的委員除不在場 萬軍也發言完畢報告及巡答結束 那本任委員口頭質詢沒有回答 來不及回答的會要求補充資料者 請相關單位以書面與兩週內提供 那我想請教一下我們國防部要不要先休息一下 不用我們就直接審查 不需要啦 好 那我們現在開始審查法案 請一四年宣讀討論四項一至五的條文 之後再主案處理 請一四年宣讀條文 第一案本院委員趙天林等二十四人 擬據兵衣法第四十三條條文修正草案 修正草條文宣讀如下 第四十三條後備軍人及補充兵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 經國防部所屬全責單位核定者 得免除本次之教育召集 勤務召集 點閱召集 一患病不堪行動者 二家庭發生重大事故 必須本人處理者 三中等以上學校在校之學生 四民意代表正職開會期中者 五應是負國外者 六航行國外支船員正在航行中者 七有犯罪嫌疑在積壓中 或犯罪處徒刑在執行中者 八其他因特殊事由而無法應召者 前向第八款特殊事由標準 由國防部列定之 第二案行政院行情審議 兵衣法第二十條及第四十四條條文修正草案 修正條文宣讀如下 第二十條 常被兵現役在營期間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停服現役稱為停役 一經診斷確定罹患足以 危害團體健康及安全之疾病 二病傷經鑑定不堪服役 三經通緝羈押或經觀察樂界 或宣告徒刑拘役確定在執行中 四受保安處分強制戒指 或感訓處分裁定確定在執行中 五失蹤遇三個月 六被服 前向停役原因消滅時回復現役稱為回役 國防軍事無妨礙時得審查實際情形 核定免與回役 第一項第一款第二款之病傷 停役檢定標準由國防部定之 第四四條 國民為國服兵役時享有下列權利 一在營服役或接受常備兵役軍事訓練期間 學生保留學籍職工保留底缺年資 二在營服役或接受常備兵役軍事訓練期間 其家屬不能維持生活時 應由政府負責輔助之 三應服暫時勤務或執行公務受傷至身心障礙者 政府應付教養之責或依其志願滋送回鄉 四 暫時或應公允命者之子女 其家庭無力教養時 政府應負責教養至其成年為止 暫訓或應公允命者之遺族 比照國軍退出一官兵遺卷 由政府依相關法令妥善照顧 五 暫死或應公允命者 政府應付安葬之責 並見慈立碑定時祭祀 列續方志以滋表彰 六 應病過意外死亡之信義軍人及其配偶 請款信義軍人之配偶 得葬錯於軍人公務 七 其他欣賞、輔恤、保險、傷亡慰問 安養、津貼及優待等法令規定 影響之權利 前向第六款規定 於國軍退出官兵取得 榮譽國民證之本人及其配偶死亡者准用之 第一項第六款及前項鎖定事項 政府得失財政狀況審卓辦理之 其資格、程序、條件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 由國防部、內政部分別定之 第三案 行政院行情審議 兵役法施行法第四十五條條文修正草案 修正條文宣讀如下 第四十五條 兵役法第四十四條第一項第三款鎖定 受傷至身心障礙者 除照軍人輔恤條例鎖定及序外 應依下列規定處理 依上有工作能力且自願就業者 依第四十二條規定辦理 其原務工作或因受傷至身心障礙 不能擔任原有工作者 經由政府施以必要制訓練 並輔導就業 二、上門求學而自願就學者 准用第四十六條第一項第二款規定辦理 三、不能就業或就學而自願回鄉者 自送回鄉 四、已完全失去工作能力或求學能力者 由政府安養之 前項第一款輔導就業事宜 由中央勞動事務主管機關主管 第二款就學事宜由教育部主管 第三款自送回鄉事宜由國防部主管 第四款安養事宜由內政部主管 國軍退出一官兵輔導事務主管機關 會同辦理 並分別編列預算致應之 第一項各款所列事宜由有關中央主管機關 及直轄市縣市政府會同辦理之 第四案行政院行情審議 致任士兵服役條例第五條之二 及第十一條條文修正草案 修正條文宣讀如下 第五條之二 致任士兵現役期間 因病傷體質衰弱 經檢定不適服現役 因與退伍 因病傷身心障礙 經檢定不堪服役者 因與除役 傾向檢定准用陸海空軍軍官士官病傷退伍除役檢定標準之規定 致任士兵現役期間有定義法第二十條 第一項第三款至第六款情形之役者 因與停役 傾向停役原因消滅時 得按其情節及軍事需要予以回役或免與回役 停役原因消滅免與回役者因與退伍 第十一條 致任士兵服役期間身心障礙或亡固時 其撫恤事項依軍人撫恤條例及其相關規定辦理 致任士兵撫恤經給付之基數依軍人撫恤條例所定士兵給付標準計算 第五案 行政院行情審議國軍老舊眷村改建條例第21條之一條文修正草案 修正條文宣讀如下 第21條之一 規劃改建眷村其原眷戶有三名之二以上同意改建 並因身心障礙、貧病或其他特殊需要者 經依第21條自願領取輔助購宅款時主管機關得發給之 前項特殊需要及發給作業規定由主管機關令定之 以上宣讀 好 那因為我們這次討論事項有1到6項 那我想說因為其中第6項是相關的預算解凍案 所以我在這邊我想我們就先行處理討論事項6 那討論事項6是關於院會交付109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 國防部主管預算解凍30案 那國防部都已經專案報告並且將書面送交本會 那我想請教一下我們各位在場的委員是否同意解凍 好同意齁 那我們同意的話我們就同意這個解凍 那我們就並同意動之提報院會 那接下來我們來處理討論提案1 本院委員趙天零等24人凝聚兵議法第43條條文修正草案 那趙委員等提出來的修正條文之後 國防部有沒有任何的回應意見 來 國防部請說明 那個麥克風打開 由於我們這個委員所建議的第二項 它規範第八款 但是實際上我們八個款項都有太陽在做規範 所以我們是建議修正為前項各款之認定基準由國防部定資 對 好 所以國防部的意見是說把第一頒款 因為我們的修正條文是其他因特殊是由而否因招著 這句話沒問題嘛齁 對 沒有問題 那個基準的基改成標準 好 那就是前項第八款特殊是由標準由國防部認定資 是前項各款之認定標準 對 對 那為什麼要這麼寫 那為什麼要這麼寫 這個是委員的提案 好 然後這是國防部的對案 國防部的對案 國防部的對案 認定標準由國防部定資 是的 在場委員有沒有意見 好 照委員有沒有意見 好 那稱為也沒意見 好 那我們就按照 剛才主席的宣告 我們重新修訂 那 討論四項一 就照修正通過 討論四項二 行政院含請審議兵役法第20條 及44條條文修正草案 我們先看第20條 請公布再做明一下 第20條 就是未符合法制的體力 所以將原文字各款裡面 有者字刪除 那另外就是將 這個殘配的用語 這個 餘語刪除 那第二項 未修正 第一項 所以 大家 都沒有 什麼 說不定 這 很實在 真的 懲罰 如果 知道 那第一案已經過了,但是我還是想稍微了解一下就好了 我其實是支持這個修正,當然是支持 但是我想稍微問一下 就是 現在那個不可抗力的因素裡面啊 其中那個參加專科以上學校招生考試、公務人員考試或專門職業級技術人員考試 那我們因為辦公室都有接到一些陳情過 就是說我想國防部可能也知道 就是國營企業也算廣義的國家單位 但是好像參加國營事業的考試不能申請嘛 是不是 是不是 這個我想稍微了解一下 好 我想 就是我們剛剛第一案已經通過了 那林委員是詢問就是說 這個特殊事由裡面 國營事業考試算不算特殊事由啦 算不算 請廣告說明 我也好 我是全動事主任 國營事業的參加國營事業的考試 是 呃 按照 可能我要回去再查一下 比較清楚一下 這個部分你們稍微回去了解一下再讓我們知道好了啦 因為我有收到過幾個陳情是好像沒有被算 來那個全動事這樣好不好 因為你們的這個 特殊事由標準國安部令定資嘛 我想問一下全動事你們這個標準什麼時候會定出來 我們這個標準已經定出來了 已經有了 已經有那個基準表已經有了 那基準表你沒有拿出來給我們看 現在我把基準表改成條文 按照 所以你要基準表改成條文嘛對不對 對對對 好那你的條文什麼時候可以完成 呃 條文按照規定的話應該是 你要不要公告 要嘛是不是 要公告 對啊所以我問你什麼時候完成公 什麼時候要上網公告啊 我們儘快在一個月內 一個月內 你知道好不好就一個月內公告的時候 一併主席要求齁 對 公告的時候向各位委員在辦公室再說明一下 就會公告哪幾個條文列為特殊事有 這樣沒有問題 是沒有問題 然後大臨委問的那個問題到時候一併處理齁 是 這樣我給你處理這樣可以了齁 來 第二案的部分齁我想講一下齁 行政院行情的兵役法第20條 是把那個者跟殘廢刪除齁 我想各位有沒有什麼意見 如果沒有意見的話 我們就按照行政院行情審議的部分 修正通過齁 然後來第44條請說明 第44條齁最主要就是 呃 一樣是把殘廢的用語啊 修正成至身心障礙 好 這個國防部說明齁 44條的部分是把 第44條的第三款 因公受傷殘廢者改成受傷至身心障礙者嘛齁 在場委員有沒有意見 這應該沒什麼意見 欸來馬委員請說 呃 基本上呢 對這個我們沒有什麼特別的意見啦齁 可是 呃就我們這樣的修正以後 因為我想要請教一下 我們現在的軍人的身心障礙 跟衛福部認定的 身心障礙的 含義有沒有一樣 因為比如說像我們軍人的部分 他呃如果是可痊癒的 他可能就不會被 納入在呃 呃 停疫的部分 所以其實這個標準 是不太一樣的 而且這個還牽涉到 撫恤的問題 那他的認定是不是跟 衛福部的因為 包括說 他可能有些 他為什麼要五年一次 就是他可能可以痊癒 那就好了 所以他這個牽涉的會比較廣 那衛福部的他 他輕度中度中度等等 其實跟我們的 含義要把它呃 理清得很清楚 這有沒有 這個會不會造成什麼 感謝委員 這個委員他關切這個 也是很重要的呃 這個觀點 那呃 特別跟委員報告 我們軍人所適用的 不管是兵役法 或您指出的保險條例 扶序條例 都是以我們這個軍方的呃 呃 軍醫局所頒布的 軍人身心障礙 在等級的一個檢定標準 他區分為 呃 五種啊 就是一等二等三等 重機障 輕機障 他要辦理相關的給付 呃 這個都是呃 要依據我們軍院來來來來認定 另外衛福部 他是有他的法令 是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 他裡面檢定出來以後 他只有分三級 輕 中 重度 然後他相關的補助是依他的法令 那我們軍人如果符合他的法令 當然也可以申請他的補助 但如同您說的 好 所以我們在這次立法說明 行政院特別有規範 就是說 呃 我們 所修訂的這個身心障礙的這個 這個意涵啊 他是不限於 身心障礙者 就位部部那個權益保障法所定的 好 所以還是要 軍人還是要以軍人 但是不限定於他 就是說我符合他的 我也可以申請他的權益 但是不限定於他 所以我們軍人還是以軍人的標準 因為你在修正條文裡面 只有把那個文字改掉而已啦 你就是寫 致身心障礙者而已嘛 所以你在說明啦 你要把它詳細的說明清楚 你本來沒有這些 那會造成很大的疑慮或後續的影響 是 那因為委員在會前有指導我們 我們也把立法說明按您的指導 加註要說清楚 那 那個我們這邊是不是宣讀一下 4445 那個一併啦 那一樣的嗎 是就是說 除了這個我們原來寫的就是 立法說明寫的 不限於依身心障礙者權益 這個保障法所定 領有身心障礙證明者 後面再加一句 並依軍人身心障礙等級檢定標準認定 並與序名 那我們待會兒會把這個文字提供給這個秘書單位 等一下等一下 你的立法說明可以有列為拘束要件嗎 應該沒有辦法吧 剛才馬文君馬尾有問的這個 以軍人身心障礙標準等級標準認定 你應該要列在法條裡面的最後一行才對啊 應該是這樣才對吧 假設你就好像就像說 你要定一個辦法認定基準嘛 其實認定基準由國王部定資 然後你國王部才在定一個 軍人身心障礙等級檢定標準認定啊 你的應該做法是這樣子啊 你立法說明可以這樣弄的話 那以後全部立法說明就好啦 對因為 不是嗎 對因為 所以你應該是在 你的第一看你的這個 兵役法裡面哪一條裡面 關於這個 這個檢定的標準裡面有沒有 你把它放進去嘛 因為你的 原來的修正條文裡面 就有一個國王部定資嘛 是不是 就用這一個來講就好啦 第一項第一款第二款的病傷 停譯檢定標準由國王部定資 按理國王部定的就是軍人身心障礙 等級檢定認定標準認定 是不是這樣子 是不是 好 那我們尊重這個委員的意見啊 把它放在本文寫清楚 那你要放在哪個地方 還是你另外再重提 第20條第44條有辦法 我們現在就已經在你 在你 因為本來已經寫好在說明欄 把它移到這個本文欄就可以了 本文欄你要是 所以是移到第幾條 44條 是不是 對 44條的最後一條 最後一個條文 對 我們在最後 最後 最後 對 123 456 是列在第三項後面 還是列在第七 再列個第七條 第七款 更正 我們應該是在最後面 再加個一項 就是說第一項 鎖定的這一個就是 把說明欄移到最後一項 說第一項鎖定的受傷至身心障礙 不限於依身心障礙的權益保障法所定 鄰有的這個 然後再補儀去 並依 軍人身心障礙等級檢定標準 來認定 那這樣就很清楚了 在常委有沒有意見 應該是這樣才對 那這樣官部你把這個文字 確認好好不好 好再處理 再處理 好 那我們就等一下好了 等官部處理好 主席一併宣告 好 所以第一項第三款 是生長的 第一項鎖定的地方 是 立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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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方 然後你再把這個判決 就是說 第一項第三款 就是要用油 因為我們只要有三個 然後 所以要說 立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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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方 所以我們下午前還在這裡 要召集各局 要到哪一位 既然它有些有佈油 數量 然後一致的標準 然後做個小組料 不能這樣 所以要發明 那可能要發明黨 我們對新建 具備具有需求的 就要 平安法 還要去 也應該要去 一塊錢的話 沒有 就是要去 我自己用 向召委報告 我們就加最後加一項 等於加第四項 他的文字是 第一項 第三款 受傷至身心障礙標準 由國防部定制 再念一次 第一項 第三款 受傷至身心障礙標準 由國防部定制 好 那國防部麻煩你把現在的文字交給我們意識人員正式宣讀 是 來 好了嗎 來請意識人員宣讀 國防部的修正意見 那再上委員有沒有意見 國長剛剛馬委員問的 大概就知道 這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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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政院行情審議 並依法第44條 修正草案 於行政院提案條文 增列第四項 宣讀如下 第一項 第三款 受傷至身心障礙標準 由國防部定制 以上宣讀 那再上委員有沒有意見 國長剛剛馬委員問的大概就這個問題 就把它 名列入法才不會有爭議啦 那這部分國防部當然會有個 就是身心障礙的基準表檢定嘛對不對 好 那這樣主席宣布第44條修正通過 接下來我們考論第三案 行政院行情審議 兵役法 私刑法 第45條修正草案 那請國防部說明 我們一樣是把 殘廢 修訂為這個 身心障礙 那另外 在這個 第一項 第一款裡面 這個 殷傷 殘 這樣的文字 我們調整為 受傷至身心障礙 報告完畢 好 那再上委有沒有意見 這個跟剛剛那個一樣啦 所以他可能要把那個 身心障礙等級的 那個 那個 檢定 認定標準 還是要把它 拉進去 來 我確認一下 因為這個叫兵役法 私刑法 需不需要再放進去 還是兵役法有就可以了 因為我的序言 已經有寫到 兵役法第44條 第一項三款 那剛才委員指導 好 在前面已經有註記了 我是覺得應該不用 我甚至想請教一下國防部 這個兵役法私刑法 為什麼要立法 其實用私刑細則就好啦 對這個早年喔 對這個早年喔 在在民國二十年代 我們的兵役法跟兵私法 第一次制定的時候 就是以私刑法 就是應該就是說 兵役私刑這個重大 所以要提高 法律位接 私刑人民重大權益義務 但是你們現在看一看 還有這個必要嗎 因為事實上 它是還有私刑細則而已嘛 對不對 對但是他早年二十年代 立法就已經是 就是 他最早這個法 怎麼做出來的啊 這個法是 是民國二十年代 就是已經有 民國二十年 第一版 對 我們講故 所以因為他應該是 我們研究過 他就是 試涉人民的重大權益義務 必須以法律定制 所以其他都沒有問題嗎 是 好 那這樣的話 我們就各位有沒有意見 我們的第三案 兵役法私刑法第四十條修正 那主席宣布通過 再來第四案 行政院行情審議 志願士兵服役條例第五條 制二 及第十一條修正草案 他最主要也是將殘廢跟承殘 這個修訂為身心障礙者 以上說明 好 那各位委員有沒有意見 應該沒有 跟他們都一樣嘛 那志願意士兵服役條例 這個 這名寫的 關於身心障礙 撫恤等等 最後你還是回歸到 兵役法的部分來處理嘛 所以應該都沒有問題 主席 那剛剛前面那個是兵役法的 這個志願意士兵 他這個部分是不是也一併 就照剛剛那個部分要納入 需要嗎 還需要再寫嗎 幫委員 我跟委員做個說明 五支二條的相關修正 身心障礙之後 我們後面有定義一個 鹹象檢定是准用陸海空軍軍官士官病傷退伍廚易檢定的標準來做規定 是的 謝謝 沒有 謝委員 空軍委員支持 我確認一下 那個軍醫局有來嗎 你們現在的這個退伍 檢定你們一個叫做陸海空軍士官病傷退伍廚易檢定標準 有個東西嘛對不對 對 你們另外一個叫做軍人身心障礙等級檢定標準 那五個等級 那是五個 那有五個等級 那也是五個等級 所以這兩個東西不會有重疊的問題 因為你們的行政 在我們現在審查自願醫師兵服役條例的時候 你們的行政院立法說明是寫說 依陸海空軍軍事官病傷退伍廚易檢定標準認定 這邊跟您報告 剛才的四四條談的 就是馬委員他所指出 這個是殘等鑑定出來以後分五種 完了你能夠有什麼樣的給付 那四四條就是說 如果你有這個 那我會給你教養之責 所以他就是 這個講的純粹是退伍 所以你看他那個檢定標準寫的會 那我想請教一下 因為這個我們提案 我們審查是自願醫師兵嘛對不對 你的陸海空軍軍官士官病傷退伍廚易檢定標準認定裡面 沒有兵啊 對但是他是一致的 因為自願士兵服務條例跟委員報告 他裡面很多的體制 比如說退伍金怎麼算 他就是原用的 是不是要考慮把這個你們的這個標準 檢疫標準是不是要改成陸海空軍事官兵病傷退伍廚易檢定標準 你們是不是也要改名額 因為以前沒有自願醫師兵嘛 所以你們當時是因為自願醫的關係才有定嘛 現在有自願醫師兵的你這個標準名稱所以要修正了 跟委員報告 那因為在立把的那個體力上 你現在第二項寫的是準用 準用的話沒有問題 就是直接準用它裡面的相關的規定 OK好 我知道你的意思 但我知道因為現在有兵員 你是不是應該把他寫上去 好 我們用準用的規定 那各位委員有沒有什麼意見 應該沒有意見啦 好那我們就按照這個第五條之二跟第十一條 我想就按照我們的修正意見通過 接下來 第五案嗎 接下來就第五案 行政院行情審議國軍老舊眷村改建條例 第21條之一條文修正草案 請官方部說明 委員好 針對這21之一的這個條文最主要是 因為我們辦理這個同意改建的眷村 因為大概可能會碰到這個眷戶 他可能當時的認證選項是選擇要房子 那因為他因為依照眷改條約 他要致付20%的自備款 那因為他後續因為這個身體的狀況 身心障礙或是貧病之後 他希望變更選項可能他就改領取輔助購載款 本來他是要這個選擇是選擇要改建基地的房子 那因為後續他發生了身心障礙的這個情形或是這個平病的這個狀況 所以他是改為讓他變更選項可以變更選項改為這個領取輔助購載款 就存贏款的這個狀況 好 各位委員有什麼意見來 請幫委員 因為除了改身心障礙以外 因為跟前面的一樣 可是在現行條文跟修正條文裡面多了一個禍其他 禍其他 禍其他什麼意思 因為看起來灰色地帶很大 所以這個部分要說明一下嗎 好 來 請說明 是 謝謝委員指導 因為最主要是說這個 目前大概我們執行到現在已經安置6萬9千多戶的眷戶 那這個部分也謝謝委員的指導 那我們是不是避免就適用上產生這個灰色地帶 那是不是中委員的指導來刪除這個禍其他的文字 在 只改身心障礙嗎 是 是 只改身心障礙 來 這個我來問一下 你們這一條21條之一主要原因討論就是說 他們已經同意要改建了 是 但這個同意改建的當事人發生了一些狀況 像身心障礙 平病 是 所以就希望說可以不要參與改建的 就是改成零補助款嗎 是這個意思嗎對不對 跟招委報告他等於說不是不配合改建 等於說他只是還是同意配合改建 只是他本來是選擇要房子 對 改成純領款就 那我的意思是說 是 你們的 我記得你們第20條本來就可以讓他自己領款啊 是 當時在選項的時候在法院 那我的意思是說 對啊 那問題之後他不想要了 他就改領款 對你們會有損失影響嗎 跟委員報告是沒有影響的 對啊 那這樣為什麼要另外一個條文 就是他當事人決議他想要不要都可以啊 因為你的券改 你大家同意超過三分之二要改建之後 你的房屋大小其實都是固定算好的嘛 是 是 是 無論最後有多少人入住 或者中間他 他原來的入住者因為臨時的原因拿不出20% 他就說他不要了 他改成零補助款 走了 對國王部來講我的產權並沒有損失啊 我還是可以把那個房子拍賣掉嘛 都可以啊 那為什麼要訂這個 你就跟我說全部都自願就好啦 所以不知道趙薇 所以說這一條21之一 原來他條文具有 只是所以我們配合這一次 不是 我的意思說 那你就原來就乾脆也不要 他是身心障礙貧病嘛 他任何理由都可以啊 他也覺得風水不好就不想要了 也可以啊 為什麼不行 不是如此嗎 這應該說是他的財產權的決定嘛 是 我剛開始因為 就民間版的參與都更來看的話 所有的住戶即便剛開始同意參與都更 到最後他比如說房子蓋好了他不想要了 他還是可以直接跟建商議好說那我就拿錢就好啦 你不是 而不是把他資格直接剝奪掉啊 你們這個 你們寫這條條文的規定是說 希望他資格維持住跟他領取錢嘛 可是你的第20條我剛剛看了一下 本來就可以自願領取 你說那是在簽的當下 是 我的意思說這個簽 我現在問國安部的意思就是說 我剛開始簽資源領取 那我簽配合 那或者是那就沒有問題 我剛開始簽參與改建 我改建到最後發現我不想要這個房子了 我就改成領現金走 對國安部有損失嗎 我的意思在這裡 是是 理論上對我的總價值不會有損失嘛 不會有損失 對啊那你為什麼要這樣嫌呢 就是他任何理由都可以啊 為什麼一定要 平病身心障礙咧 是是 這個部分我想 明明下來這是我今天看到這條問的啦 我跟委員說明一下 他這個情況大概是這樣子 在最早改建的時候 他們改建我記得還有個改建的基金 所以說在怎麼樣處理的時候 哪些人該分房子 哪些人該領錢 哪些人該怎麼做 原先的整個規劃都已經規劃好 蓋簽的東西都簽了 那之後 因為有特殊的原因 才能夠做一個調整 那所以說原來就是身心障礙或貧病 那尤其像這種情況 有的時候他本來是本來好好的 後來因為身心障礙 或是他突然加招變故 他可能拿不出這個錢來 他急需要用錢 所以在這種特殊原因的情況之下 才會讓他做一個變動 如果說沒有做任何的限制 就是說你只要跟我答應改建以後 那隨時我只要在交屋以前 我都可以改成領錢 或是由原房子領錢 領錢的改成領房子 這樣子在執行面上 我覺得他們實務上會有困難 會有什麼困難啊 因為事實上 我的意思是說 事實上 你的房子蓋完之後 就當事人來講 他領的現金絕對比房屋價值來的少啊 不是嗎? 你還是你們給的現金 有可能比房屋價值來的高 他這21條之一 應該是當初另外去加了這一條 我了解啦 我這個部分請你們會員再給我資料 因為我是剛剛聽完委員提的內容之後 我的理解是事實上要參與的 應該都是要參與嘛 因為他只要付20% 就可以取得房子嘛 所以穩賺不賠的行業 這也是政府的得分啊 所以今天有人連百分之都拿不出來 或者他真的因為種種的個人藝術 不想拿百分之都給他移民或幹嘛 在這或者他發現他北部房子別 他就住南部 他真的就不需要了 那他也不是要拿軍宅去土地的人 是 那我尊重他的意願就好啦 難道你硬要強迫他買 然後才又發生以前那個狀況 在賣軍宅的事情嗎? 不,我想我們下去之後把那個 再重新研究我剛剛講的這個問題好不好 因為對我來看 我認為就他全部只要在交優前 他就可以自願決定這沒有問題 因為國安部的進口金蓋下去之後 事實上那個就是補助啊 我們補助的更多啊 他居然他願意放棄那個補助的部分 改領補助款 事實上對政府來講是賺到耶 你要鼓勵最好所有的人 都只要領補助款就好了 應該理論上是如此啊 好,這部分請你們會有在研究 那我想因為之前 行政院有提這個修正 我們就先建議照行政院的修正好不好 那陳偉你有什麼問題嗎? 好,謝謝超會喔 我這個地方就是說你們這邊加這個 因身心障礙評定或其他特殊需要 事實上這個或其他 本身有擴大了這個適用的範圍 可是我在你的說明當中卻沒有看到你這個或其他 是希望擴大什麼 然後它的合理性在哪裡 可不可以補充說明一下 跟委員報告 來,陳委員 剛才我們已經照著馬尾運行 把或其他都刪掉了 所以就不討論了好不好 我只是跟他提的問題說 就實務上的參與都更改建的過程當中 事實上它是我們國家是對於 這個參與眷改的事實上是福利更好啦 所以只有他想參加你們不給他 不會有他不參加的問題 所以他如果真的不要 我是覺得這部分其實可以遵中他的意願 那我想這個會有請你們回去再做重驗 因為我們的眷改條例本來就已經 到齊了不是嗎 是,預計在預判在111年 對啊就要到齊了 所以就可以剩下2、3年的時間而已 所以跟趙偉報告 現在目前我們還沒有享受過權益的 我們有統計 現在目前只剩14位的援眷戶 14個而已喔 是 所以我們討論老闆就問那14個人而已嗎 是 OK好 所以說是不是就趕 好,那各位委員們問題就剩下14個而已 不然這樣好了,14個你就問一問啦 是是 他要或不要很清楚嗎 我想也不會什麼特別的狀況 是 14個如果不要我們要或不要 我們這邊就趕快把它配合辦理 然後這個案子就可以收工了啦 是是是 好 那客人有沒有什麼意見 好,那這樣沒關係 那就是按照剛才我們馬尾的意見 把或其他把它刪除掉 好,那其餘的照我們的修正意見通過 好,有關兵役法第43條條文修正草案 兵役法第20條第44條條文修正草案 兵役法施情法第45條條文修正草案 自願士兵服務必條例第5條之2 第11條條文修正草案 國軍老舊眷村改建條例 第21條之1條文修正草案 等案業宜審查環境 擬據審查報告 報請院會審議 院會審議權需否需要黨團協商 應該不用啦 那 院會討論時請推派一位委員做補充說明 請推派 還是怎麼樣? 那就我去好了啦 OK好 那有關本次所有法案審查時 有關的法制用字 用語調整授權意識人員處理 本日會議到此結束 現在三會 我們站一會一遍 謝謝 補免 你 沒有 你 你 有 感谢观看